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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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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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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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很痛苦 刻隔骨骨铭心好不好 真的写过论文就知道那论文多折磨人的事情啊 你都是名在心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民进党也是看到林志坚无救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教育部说真的 教育部的疏愿 要疏愿到林志坚被打脸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教育部虽然疏愿会是找外来的委员 但教育部可以决定找哪些委员 所以在某种程度 你也看到林志坚已经处在一个 不可护航 护航无救 护航无用的状态 但是我跟大家说 两件事情林志坚的事情 我也没看到你讲切割的诚意 你要切切彻底 你郑文燦也是抄袭的大二哥 当了行政院副院长 我说实在话 林志坚虽然这次没入阁 但是你还是让抄袭哥入阁 那你跟我讲说 你到底检讨的反省是什么 郑文燦只是因为他是 小英更爱的爱将 比小英男孩林志坚 还爱的大二哥 所以抄袭就没事吗 我真的我在拜访 其实我现在到处拜访 遇到很多教育团体家长 他们看到郑文燦这个人 其实真的是心很痛你知道吗 你看直接跟大家讲说 以后我们大学教育 高中可以先开一堂 抄袭作弊课 教大家怎么抄袭 教大家怎么作弊 我真的说真的 你这种切割方式 留起还是留不完的 有这个 看到星云 他的这一辈子的贡献 我真的觉得 台湾如果还有多一点这样的人 也许我们争议就不会这么多 包括林志坚这些 你有没有把星云的话都放在心里面 如果有 你今天何必这么像父子骑驴 你不觉得林志坚 现在的状况是父子骑驴吗 你怎么做都不对 但是你反过来看 这就是民进党的选举方法 叫all in 他在选举的时候会获尽所有的一切 跟你赌家产 你有没有发现 他没在管你的 整个全部all in进去 那顺风的时候怎么办 顺风的时候像四大公投 就像蔡英文的逆转 哇那个整个会气势如虹 你看我们的决定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逆风呢 就像现在这个状况 你到底要不要一起骑这只驴 还是爸爸骑孩子下来 还是孩子骑爸爸下来 还是两个都上去把这个驴子压死 现在民进党就像这头驴子 到底蔡英文跟这个林志坚 要不要一起骑上去 一起骑上去 蔡英文把驴骑走了 你之间在原地 现在好像是这个状况 蔡英文 那个有画面 把驴骑了以后呢 蹦蹦蹦蹦跑掉 虽然林志坚一个在现场 那我们会怎么看 你怎么把你孩子丢在路上 你的驴子自己扬长而去 决城而走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选举方式 那有没有转还余地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 反而是林志坚你的心态 因为大家都已经把驴子骑走了 把舞台拆了 就现在你一个人还在演 你还要不要再继续演下去 你能抉择的方法是什么 尤其整个官司 今天最重要的官司就是 王鸿威那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告王鸿威 诽谤罪 那法官已经证明了说 这个鸿威 他有根据事实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所有的案子 出过庭的人都知道 你身上有三四个案子 一定所有并案 现在在审这个案子 法官一定会看 王鸿威被判不起诉 哇 你要怎么攻防 你告诉我 你几乎所有的女子 舞台 全部被拆光 被骑走 你还要在打什么 民党真的不要再用这种方式 all in的方法 去解决你现在所有事情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还更多 你关于一个教育 这个涉及到整个高等教育 一直到基础教育 包括连 整个 我如果赖清德 要开始从 小智 对不起 拜托不要再讲小智 我刚才才跟翟轩讲 我好像觉得好像在讲我一样 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 等一下有时候叫我小智 可不可以改个名字给他 你看 连 跟他连上关系的人 都会觉得羞愧万分 包括高等教育 我们的基础教育 民党要讨论的是教育问题 不是整个推给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所有的教育 都其中一间学校 为什么这几年 被你们搞成这个模样 你这样才能解不是吗 你现在整个要all in 然后谁下台 谁上台 谁弃居宝帅 我觉得对民党没有意义了 我最后看 星云的这几天 城归城 土归土 我想到的是 那个时候要买 那个你还记得江森江森的时候 民进党怎么在质疑佛光山的 怎么在质疑星云的 这不就是整个民进党选举的方法 整个所有要全部摧毁 这种方式能不能摧毁这些良心 我相信星云现在 如果还在人世间做最后的留恋 看到应该也是感慨万分 毕竟都为台湾努力过的人 我觉得民进党的选举方式 可不可以放过这些真正想做 帮台湾立下一点基础的人 包括星云 不要再用这种all in 毁灭式的方式选举 选举是一时的啦 你现在搞得自己上不上下不下 包括连星云这些善良的人 如何能够成归成 土归土 好 真语 我来回应一下那个游志哥 其实真的星云法师 他一直都在倡导的是什么 心存善念 我们保持好的意念 然后说好话做好事 所以其实真的今天我认为啦 其实各个政治人物不消费星云法师 就是最大的敬重跟钦佩他 所以千万不要再拿星云法师 来消费他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回到说 其实第一件事情 刚刚那个强哥有说到说 其实只要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 那个是多辛苦 像我自己我本身 我现在学术伦理的学分 我还在上课 我就问小智 你有没有去上网 去修这些学术伦理的学分 如果有 我相信你今天不会说你自己 你要捍卫你自己的清白 因为你完全没有把学术伦理 放在你的第一位嘛 那再来 其实我认为 现在整个民进党状况 坦白讲 就是在为2024清除战场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嘛 装睡的人叫不行 那小英他是不是在装睡 他根本不敢起来啊 你到底说道不道歉 我觉得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 他该怎么道歉 他用总统的身份 以及党主席的身份 叫全党以及全台湾人民 相信他 他该怎么道歉 那再来第二个 要说他是被人家误导吗 还是说他是人不亲吗 这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山巴掌啊 所以这个部分 小英到底要怎么道歉 那再来最后一点 大家说他是不是怕测译 我认为不是怕测译啊 而是你自己本身的论文 本来就已经一点重重了 你都有一点五个博士论文 你都讲不清了 你要怎么替小 不要说小智好了 你要怎么替林志坚来护航 我觉得这个才是哦 这个才是蔡英文 他现在很大很大的问题 以及现在民进党的执政党团队 以及民进党的所有的民意代表 上上下下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当初被下的这个指令 我们到底执行还不执行 这是民进党他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再来我认为是非黑白 比你的立场还重要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刘美的教授 他翁达瑞他写的言论是什么 只准教授剽竊 不准学生抄袭 这种歪理你作为教授你适格吗 你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误导呢 甚至连臣民通还鼓吹大家 一定要来去分享翁达瑞的这一篇言论 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那再来我认为 现在蔡英文以及民进党政府 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侧义了 就像刚刚我们的邮志哥他有提到说 当初Johnson Johnson 各个国家 各个比如说企业或者是佛教团体 他要捐赠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去侮辱这些佛教团体的 这个时候就是表示 你小英 你带领的民进党的整个执政团队 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侧义吗 因为我有跟很多民进党的友人来聊到 他说其实侧义他们真的控制不住了 因为他们发现一个点 哇整个整个脚 肉脏瓜整个拉起来之后 整个大家全部都下去了 完全控制不住 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个状态 上不上下不下 所以民进党政府 你整个自己要考量清楚 不要再消费幸运法师 也不要用这样子非常恶心的方式 来去赞颂幸运法师 当初对于国家的付出 这件事情太可笑了 你不要忘记了 幸运法师当初是怎么样 存在你蔡英文的 所以这些侧义 好好控制自己 不要再去消费任何一个 对国家有帮助的人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播马回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控制不住 扯议 我听他们说 把整个风光山跟星运讲成什么 好扯 还有慈激 对啊 慈激那个是变得 风光山那个真的是 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外交部 对 他会在这个标 跟这个内容 好 OK 好 谢谢 而且你看他都叫这些 梦买春秋这些人出来讲 这些人就是带头的 而且现在打不出软体名称 跟他有没有抄袭是两回事 彻翼已经是自成一格了 对 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制他 其实我了解到的是 彻翼他们也现在在准备 要教训民进党他们 因为他们等于说用完就丢嘛 用完就丢嘛 所以彻翼要反扑 似乎啦 似乎啦 似乎 但我觉得现在应该还在维稳当中 所以那时候其实一二六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这个讲法了 你看嘛 他们后期 有这个声音 后期不就是一直连书吗 嗯 对啊 他们其实彻翼并没有进驻啊 你想想看他们当初是怎么攻 那个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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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标他儿子 嗯 对啊 那时候攻的 跟现在力道差太多了 对啊 所以我的朋友他们就是也是 也是彻翼嘛 对对对对对 他们就说他们现在就是也在预备 等于说hold住啦 等于说 因为民进党没有了彻翼 他们没有办法打选战的嘛 嗯 所以你就会看他们后面 其实是有点乱的 哦 嗯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没有 拨下来资金给这些彻翼了 嗯 似乎是这样啊 一切暂缓 应该是这样 我们刚还有聊天师在那边讲说 他就是来上班 他说他彻翼来上班 聊天师我还看到他说我就是来上班 欸 可是他们真的有一些 那个 有啊 他们有经验就下去的 很好赚欸 他们只要留一个言 然后好像还说譬如说 就是当事者有回你的话 好像截图好像还有另外的 啊真的啊 对啊 一个留言80块 好像是 真的啊 对啊对啊 一个留言80块 而且如果你跟他比赞的话 好像赚啊 哦 一个留言80 所以要故意留得偏激一点 你要看得到预算 有更大的看不到预算 然后让刺激你回应他 对 那个他们都可以有一个那个 Excel在算 哦 这样子啊 真是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妈了 我之前做一些公关案 有跟那个网路行销公司 妈年轻人来 每个开的车都比我好 你知道 那我想说妈了 今天到底是谁 水尾偷水 然后躺着转 干妈开那个什么 那个 有一个开那个什么 四五零 才三十四岁 四五零哦 那一台也要两三百吧 三十五 四五零 四五零要到四百了 航行官不一样 林秉书那种概念 不知道他比赛 不好意思 随随便便都可以住饭店 干三十几岁妈 开那种三四百万的车 我靠 到底今天谁委托谁 所以那他们也是当了测意之后 尝到甜头 就觉得这个钱比较好赚 就没有回头路 像入黑帮一样 就像刚针鱼讲的 因为你去做其他工作 现在薪水那么低 对啊 可是你刚刚讲的 为什么会反扑 如果没钱赚了 对啊 你会不爽 没钱赚了 有减入奢难 有奢入奢 然后就反过来骂马进党 有奢入奢 对 所以现在很多侧应该 倒戈到赖清德那 那清德不用啊 他不喜欢啊 可是感觉他好像隐隐约约 也自己在组 他不是把他那个 另外一个基金会什么 对啊 那个台湾什么基金 愿景基金会 他不是很恨吗 一个信赖嘛 一个愿景 愿景好像是智库 然后信赖 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对啊 一个基金会 我现在还消费了强哥 谢谢你的消费 消费了强哥 我不用96万 96块钱 就说怎么不包给强哥呢 你还是113喔 113喔 什么 哪里 粉丝啊 我FB是118 要团结合作 然后YouTube是 好强喔 那个TikTok是5万多嘛 然后YouTube是23 那TikTok 我帮你找启动 结果现在输你 5万多人 那你都放些什么 其实我放那种 跟YouTube一样 现在都改充短视频 都是一分钟视频 我去主打一分钟视频 就是等于说 一条新闻一分钟这样子 快速的 那都是那个啊 忠明啊 那这样他会转收益吗 还是说他是带流量 我有一支一百万的影片 你知道收益多少 那0.5块钱吧 台币喔 台币0.5块钱啊 因为他的那个short是 几乎是没有收益啦 那TikTok是没收益 反而影片才有收益 TikTok本来就没收益 TikTok没有收益 TikTok要破10万 你说订阅的人 他会来跟你谈 他会寄个东西给你 订阅的人破10万 对 台湾灯会 蔡英文去参加了台湾灯会 你会看到说 哎呀感觉起来好像蓝绿 这个一字排开站在一块 但是呢 他就还特别要使用读稿机 别人都不用啦 那个蒋万安也不用啦 然后什么柯文哲什么都不用了 只有他还是要看读稿机 但是他讲的这一番话 看着读稿机说出来的是说 哎呀西文不分党派 我们大家都要团结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 进行点灯的仪式 希望新的一年 从中央到地方 部分党派团结合作 一起回应人民的需求 共同为台湾来努力 相信一定能够重置层层 团结共好 也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但是到底是谁不团结啊 其实就是很多的侧义 不是一直在撕裂台湾嘛 但是呢这侧义 蔡英文你不是一直在对于这些侧义 好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都在诟病这件事情 你怎么不先去针对侧义们 希望不要再撕裂台湾呢 我们就拿一件事情来讲 这个小新啊 说什么元宵节做灯迷啊 国英事业给放言标暗拆三个字啊 他就说叫做封扣费 扣就是那个扣扣节的扣啊 就暗酸周遇扣啊 他讲说这个税务抄征预算的一部分 其实政府都是以特别预算 像是这个台电啊 也补贴了大概五百亿元 那封扣费又是多少钱呢 就花了将近五十万元来宣传电力知识哦 那我们看看他过往 其实也曾经有讲过说 诶这样五十万元的电力知识 到底点阅率跟这个KPI是如何呢 放言呢我们又调出来他的资料 订阅人数从2018年成立哦 大概只有2150位哦 这是这是一个媒体平台哦 他不是一个个人账号 很多人个人账号可能是一个查科打魂嘛 只是说啊放一些自己其他的影片 政治人物这样放一些影片 可是你是一个媒体平台 然后只有91部影片 那观看次数也非常的少哦 最低的次数甚至只有106次 所以这样子的KPI可以拿到 这个96万元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费用 我们就直接拿来比一比哦 就是这个蔡政府呢给媒体大概20亿 那周玉寇四年拿了870万的标案 那同样这个我们拿强哥来消费一下啊 不好意思有强哥拿你来跟周玉寇比一下 强哥是2018年4月哦 那可能还比周玉寇晚了一个月 那可是点击的这个次数哦 哇你完全它好像只有你的零头而已啊 你这个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四千多万 然后有一千一百五十部影片 那为什么台电不给这个标案 不给强哥呢 为什么要去给这边呢 让大家就觉得说 你就是是不是都在替特定的政党讲话 所以呢 哎当然某些标案就会 呃人就是人亲己亲嘛 就是会落到特定的人手中哦 那我们也看一下 现在这个特别预算的浮栏哦 一千亿要拨给这个补劳健保啊台电啊 那公民先生讲说 这个比例是由政院来考量哦 可是你看看 这个蔡政府的总预算哦 就逐年再增加 从1.9兆 然后来110年度又到了2.25兆 112年又到了2.7兆 不断的就是撒钱 什么事情都好特别 什么事情都有特别的预算 就是这个样子啊 钱从哪里来 他们总是可以挪出钱来哦 所以我们看到 真的要做的事情没有做 反倒是好像变相在帮忙炒房嘛 现在这个社宅盖不出来 哎他现在胜最后一年 突然跟你这样子 哇千变万化又换个词 我现在开始用使用权住宅啦 为什么呢 因为李显龙讲了说 啊台湾年轻人买不起房嘛 因为这个新加坡都是用这个使用权 哎他们觉得这个灵感很好啊 马上突然 我们现在开始要左手做这个使用权住宅了 然后还要推出什么最低20年 人家就觉得说 这个政府真的是够了 讲到哪里 头头脚 头脚 那你怎么先不讲说 你之前那些没有盖出来的社宅如何呢 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讲说 其实这种使用权 在台湾的话 等于是慢性在帮助炒房 而且梁文杰之前还讲说 年轻人你可以爸妈帮忙买房 这就是政府在处理这种 对于人民相关事情的一个态度 而且我们现在保险基金的产赔 也会重创我们社会安全体系 现在已经产赔了3529亿元 收益率是负6.17% 所以这已经是创了这个基金会 这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亏损 也难怪我们最近一直听到一些这种悲剧 什么综合一家三口这种悲剧 会不会未来越来越常发生呢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强哥 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喊出来的团结 蔡英文 你就会发现 她的所谓的谦卑 是浮动式谦卑 她甚至讲到 什么时候跟你谦卑过 什么时候跟你讲过团结 她拿刀 关刀砍你不够 占八十二毛也补上去 直接戳了 当然现在因为蔡英文 其实你会发现 这次第一她跛脚了 第二个大选败了 第三个民进党里面很多人 也要开始揭竿而起 赖清德就第一个 你以前怎么砍赖清文 渊源相报你等着了 就是赖清德 接下来变成民进党共主 现在还要记蔡英文 这个我们讲执政的篱下 但长远来讲 赖清德在走字节路 另外我真的实际上觉得说 很为台湾人民感到 非常非常的不舍 为什么 我们今天政府你看他钱是怎么用的 我们小心说是封扣费 非常有道理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叫挂羊头 给扣肉 我没有侮辱我们扣肉姐 这是给周玉扣一桶肉吃 不就这么一回事 电力宣传小知识 你找周玉扣宣传什么电力宣传小知识 没有关系 绩效摆出来我们也认了 对不对 50万元 50万元 你对一个年轻人一年50万元 有人一年都赚不到50万元 你今天弄这个东西 你什么绩效 对不对 你总共最高634次 最低106次 交通部给96万 台电花50万宣传电力知识 那我跟大家讲我这边直接讲啦 我的现在的平台 包括脸书118万粉丝 包括我的那个YouTube 现在是23万的那个订户 对不对 我的TikTok5万的订户 没关系 台电我拜托你 不用96万 96块钱我就帮你宣传 好不好 台电请跟我联络啦 96块就好啦 真的是莫名其妙 钱是这样花的吗 搞什么东西 那你再来看 接下来我们整个政府的财政 里面其实讲一个关键 台电你看政府补贴了500亿 为什么 台电赔钱赔到快倒啦 赔钱赔到快倒啦 但他还有钱去乱花 去养周玉寇 50万 那我跟大家 为什么要去养周玉寇 周玉寇真是 在那个2022选举是立的大功 把民进党打趴掉了 对不对 出来弄到最后 结果 刮那一句经典的他还是陈时中立刻玩嘛 投陈时中就是投周玉寇 最后还不是我们讲的 周玉寇自己讲的 对 讲完陈时中就挂了嘛 民进党不知道 周玉寇害民进党选举害多深 为什么还是持续给他钱 抱歉周玉寇我也是蛮了解他的 他以前对我也是修理的修理到最高点 把我逼到这个到美国去禁修 在台湾快要被他这个 用媒体把我搞死 他的手法很简单 你看到最后 当民进党开始切割 他有没有发现周玉寇开始吗 我爱陈时中 什么都来了 周玉寇的做法就是 没关系你切切看 你越切我黏你越紧 你就等着瞧 所以你今天如果 你过去用政府标案 用国营事件标案 来养我 来公输我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我已经吃上瘾了 可是接下来 你敢给我断攻 走着瞧 我接下来很多 他方式还不是骂民进党 抱歉 他方式可能是用 一种很奇怪的方式 来黏民进党 拥抱民进党 你受得了吗 所以 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样继续公输 但是问题公输的是什么 人民的名指名高 你看我们的保险基金 对不对 去年产赔三千多亿 大家都忘了 当初我们这个政府 帮我们来处理基金 对不对 赚了钱 有一段时间 有政府会赚钱 书生昌对不对 对 宣传的满满都是 那现在有政府会赔钱 你要不要宣传 我们回到看到今天台湾的状况 就是我们现在财政是非常严重恶化 他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1.6 1.9兆的政府总预算 现在已经到2.7兆了 2.7兆 这才是为什么 当初说税捐超真 很多人在讲 有一派理由说 税捐超真 为什么不发现金 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税捐超真 是民进党做出来的假象 因为他超真 他故意低估你就会超真 他超真 做出超真假 像是让大家觉得 民进党很会理财 但实际上 我们的债务是不断的上升 然后又特别预算去掩盖 他很多的去养策役 养网军 然后去包揽很多的事情 利益分赃的一个过程 这些过程 消耗就是名指名高 那我说真的 现在民进党在付出代价 周遇寇只是个起点而已 好 佑哲哥 你知道那个 那个近50万 为什么那个数字 其实49点多嘛 然后为什么是96万交通部 你知道 这些标案 照理说是要上网去公告 然后大家放言啊 野电士啊 大家可以去标的 为什么挑这些数字 因为在各个部门里面 那个都有一个扣打 是不需要经过监督的 不用公开招标的 那你告诉我 这个不是私相授受吗 你故意在你的权限里面 拨一个这种钱 不用经过 董事会不用经过公开招标 然后给这个人 这个也不是问题 确实很多人都这么做 像有一些各个部门 有很多喜欢搞一些网红啊 1万啊 8万啊 2万啊 直播一下 那有成效也就好了 重点就刚才学你讲的 有没有成效 那总要有KPI吧 你花这些钱 来我给大家看 49.3万 你换来刚刚才学念的是那种 几百啊 300 最高600 600 最低100 我跟各位观众讲 在公关业界随随便便的一个KPI算法 就一块钱至少要有四个点月 你告诉我 如果以49.3万 你就算不公开招标啦 你乘以四 你也要一百多万的点月吧 有没有 对 你加加减减 以最低的一块钱要换到两个 那是非常的 就是及格喔 多少公关公司 在面对这种标案的时候 被人家骂来骂去 当初已经跟你讲我要多少 你看还少了30 再加油一下 再弄一下 再凑一下 好不容易可以拿个30万 20万 你49.6万 换600多个观看次数 像这样子的话 以公关公司的 你们这个行业来讲 应该不能结案 你走就被人家贴到墙壁上去了 而且你这个搞不好 下次永不往来 因为你的KPI达成率太低了 一块钱换两个 这是公开行情 一块钱换一个 你大概 你明天在那边叫到 董事长办公司去骂了吧 近来49.3万 换到了634次 太扯了 可以过关 那没事 我在乎的不是说 Coco姐可以拿多少标案 是这些标案 能不能换来一些东西 没有啊 好 今天其实宅宣这一张图 代表的是民进党是什么 你没有在做大事 从放言这一块 在讨论的是什么 电力 能源 右边那块是什么 都市 规划 跟我们房地产 他们是这样子 在做一件国家大事 是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 在宣导电力知识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能源政策是什么 放言应该做的是 整个台湾能源规划 以周遇寇的高度 做过采访中心主任 你要讨论的是大议题啊 你怎么会花49.3万 600多万 600多次的 广告次数 不是 你要告诉我 2035年台湾的碳税问题 怎么办 包括现在基隆四街 面对整个邮轮 最近不是一堆邮轮要来 我想请问啊 基隆 你的能源 你的台电 四街盖不盖 你四街盖完之后 你邮轮经济要不要放弃 两个选一个嘛 是不是大问题 民进党问题 民进党的执政 有没有在跟你讨论这些大问题 没有 包括旁边这些房地产的政策 只有这样子来打房 只有这样来换吗 我们的宿地问题呢 我们的都市规划呢 包括连李鸿元奖 刚换到一个台中去 可以造就多少的土地 然后房价会掉下来 你们都不做 每天在搞这些小事 嗯 太难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 他们只回答 能不能赚钱的问题 是吗 郑宇 我想喔 就是其实我很认同两位 就是我今天跟双螺一起 我真的觉得 我也学到很多 坦白讲 民进党政府是这样子 大家会发现 我们每天世界 每天都在变 但是唯一不变的 其实就是小英总统啦 小英总统一直以来 你会发现喔 他常常善用于 用什么 美丽的 华丽的用词 然后用面无表情的方式 在跟国人宣告 嗯 那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喔 为什么其实蔡英文 他隔了这么久 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次的受访之后 接下来完全没有办法 受访跟堵麦 这个事实问题就是 第一个 他没有被安排好 他没有提词机可以看 再来 业配如果没有配好 他是没有办法受访的 他没有用很正向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他 这个就是民进党政府 现在很大的问题喔 嗯 那再来 很多人都会说 现在为什么政府要大撒币 刚刚讲到的是包含了 coco姐的一些标案啊 等等的 你没有发现其实执政党他们很喜欢用所谓的特别预算 特别预算去给每一个部会 同时间还有 我认为喔 现在他花了千亿补助等等等等 这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整个政府的运作 第一个 你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 你必须要重新调整的预算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行政机关 跌传 跌传家务的机关 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有党产会 促转会 数位发展部 这些等等等等的 这些部会 这些机关他花的编列的预算是多少 大家有想过吗 政府正在挥霍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以及我们每一天辛辛苦苦 敬敬业业的人民血汉钱 这个是政府他完全没有去顾及到的 这件事情很严重欸 难道我们血汉钱是让你这样挥霍的吗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的业配等等的 这些绩效完全不张 你知道一个标案 如果说你的绩效KPI没有达到 政府是可以扣钱的 但是你并没有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所以这些他完全没有关系 整个鬼包全部都拿走 没有任何的售后服务 你知道吗 因为任何一个案件 我相信不管是任何的媒体 任何的网媒平面媒体各个 你只要拿到标案 全部都会看你的KPI 你的点阅率有没有这样的效果 你的宣传有没有达到这些效果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宣传电力知识做什么 电力知识是人民的问题吗 是你政府你的能源部组 你的能源政策出了问题 这跟你宣传电力知识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去好好的去宣导说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迈向 2050年我们那个净零排放 这件事情你不去宣传 你去宣传所谓的电力知识 电力知识的前提是 你所有的台电所有的内容 你们先顾好 你不要一天到晚这边断线 那边小动物影响到 这些是你政府的责任 不是你靠这些50万 宣传就可以够的 所以这是蔡政府 你们从每一件事情 宣传宣传力不足 然后你国政也国政不足 甚至是我们的三大基金 你全部都让人民血汗钱这样子挥霍 蔡政府您难道不会觉得丢脸吗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 这么不好看 - 这么不好看 - 应该是有一张要介绍小动物 松鼠讲什么样 分辨小松鼠跟白蚁跟 它是一个 我记得他最扯的是 有一次说什么壁虎还吐了舌头 - 对对 吐舌头所以害土这样吗 - 对他说是壁虎吐出舌头 - 然后所以导致 - 好羡慕哦 - 六百多次观看次数就可以过关了 - 他就介绍这几种残害台湾电力的小动物 - 妈咯我每天光他错那个观看次数 - 他们都错了 - 土舌壁虎 - 每天光他开每一台电脑一直你知道F5 - 一直加一点 - 肯电线松鼠 - 肯电线松鼠 - 土舌头壁虎 - 然后连台电人员不是都还有胖手指吗 - 还有那个旋转椅会打到开关 - 会让台湾断电的 - 这些都是让我们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呀 -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 我们这些电力知识都没有少过 - 还需要他告诉我们吗 - 真的 - 他花五百块才有一个观看次数 - 还有小鸟嘛 - 我记得还有小鸟 - 小鸟松鼠 - 土舌壁虎 - 小鸟松鼠壁虎 - 椅子 - 好像是不是还有蚂蚁 - 还有暗锁 - 看观看 - 那是不是这个啊 - 台电跨界Podcast - 电力大家讲是不是这个 - 有可能喔 - 没有啦 放言的 你要找放言 - 对 他是放言报导这一条 - 真的喔 - 他应该有出 - 电力大家讲什么呢 - 我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 你在英文你就要弄天然气啊 - 我们投公投也投不过啊 - 贾薛你这态度我不能接受 - 用爱都可以发电 - 用奖为什么不可以 - 用奖的发电是不是 - 用奖也可以发电 - 抱歉 - 现在郑文灿啊 - 现在郑文灿啊 - 是不是蔡英文最后的一块心头肉 - 是蔡英文最大最大的利益喔 - 她特别去到了这个桃园视察喔 - 开口闭口啊 - 眼神啊 - 举止啊 - 处处好像都是要来捧这个郑文灿喔 -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 蔡英文口中的郑文灿又多赞啊 - 那么这些年来中央跟地方的合作喔 - 我们努力扩大社会安全网的照顾的层面 - 那食物银行的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 那么在桃园这里呢 - 过去八年郑文灿院长副院长 - 在市长任内努力推动 - 更加食物银行 - 不只是数量增加 - 全市13区喔 - 都有 - 也有很多贴心和创新的做法 - 好捧了个老半天喔 - 是不是希望郑文灿可以满血复活啊 - 因为毕竟这次一一二六 - 郑文灿也是伤到啦 - 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政治能量 - 回归回来替他平反喔 - 就说哎呀 - 他在这个桃园政绩有多赞 - 那结果呢 - 那巴德运动中心又是怎么回事 - 桃园总图又是怎么回事喔 -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 你再怎么吹捧 - 会不会捧得像林志堅一样啊 - 当初林志堅也是在你口中 - 哇呀 - 这个多棒的一个形象啊 - 结果现在真的 - 真实的这个新的民调出来啊 - 这个新竹市立委 - 可能人权的喜好度 - 人家把这个林志堅也放进去了 - 结果非常讨厌的 - 有35.6% - 优点讨厌的占14% - 也就是说这加起来 - 大概有快五成的人 - 不喜欢林志堅喔 - 那过去五星级这样子包装 - 最后也沦落至此 - 你现在要再用同一招 - 来这样子捧郑文才 - 会不会也同样也是一样的结果呢 - 因为林志堅那时候也是 - 民进党都告诉我们 - 市政满意度到78%啊 - 光荣感破八成啊 - 掀开来 - 哎呀天哪 - 真是不堪入目 - 大密宝一大堆喔 - 那再来我们看看 - 这个郑文才当然自己也很努力了 - 动作一大堆喔 - 前几天又是跟这个侯友仪咬小耳朵啊 - 然后又是拉着这个张善正往前啊 - 六都里面四个蓝营的首长 - 她现在啊 - 三个都有接触 - 还包含了谁 - 卢秀燕喔 - 因为她还 - 跟卢秀燕在那边 - 灯会的时候 - 中台湾元宵灯会喔 - 这个me in dress code - 还合体喔 - 所以人家讲说 - 哇这个 - 郑文才不得了 - 不知道她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喔 - 她现在开始对于蓝营的一些要角 - 都在放低姿态 - 诶这盘算是什么 - 当然很有可能是2024嘛 - 2024现在很多个这个台面上的人物 - 郑文燦也好 - 赖清德也好 - 大家都各自有动作喔 - 现在讲起来 - 因为有所谓的这种依赖论嘛 - 那赖清德你看到这几天喔 - 这个她又去到了文昌帝君这边 - 又获得了龙笔加持啊 - 还有呢 - 她还穿着防护衣去推销风炮 - 这样听起来好像都很OK啊 - 她就走一些行程 - 可是呢 - 大家还记不记得 - 她当时当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 灭箱行动啊 - 她说政府不可能灭箱 - 公庙不需要 - 不需上街头啊 - 她讲说什么 - 这个灭箱啊是为着环保喔 - 那到底哪个烟大啊 - 这个是风炮的烟喔 - 这个是箱的烟喔 - 那你以前是很环保 - 那现在难道就不讲环保了吗 - 是不是又为着你的选举开始在动作啊 - 你要不要先解释清楚啊 - 这个赖清德前后怎么变化这么的大呀 - 你先说清楚你到底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嘛 - 还有啊这个民进党对于这个依赖论呢 - 我就讲到说 - 哎呀是不是那个美国不太乐见这个赖清德 - 担任这个下一任的这个 - 来参选总统的这个参选人 - 然后结果民进党现在因为归赖清德嘛 - 就讲说 - 哇这个AIT早就发过正面声明啊 - 贺锦丽也曾经向赖清德致议啊 - 然后我们就设计对白啊 - 当初这个洪杜拉斯的总统上任嘛 - 她不是自己凑啊凑的凑过去 - 跟贺锦丽讲话 - 这个叫做致议嘛 - 这个是不是很像前两天那个捷克致电 - 同样的翻版哦 - 人家你自己打过去 - 然后结果我们的新闻写出来说 - 哦是人家致议 - 然后人家说没有啊 - 是蔡英文主动哦 - 那现在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啊 - 贺锦丽只不过是到台上 - 好像就说啊来宾里面点到谁谁谁这样子 - 哦就叫做致议了 - 所以现在开始无限放大哦 - 那之前贺锦丽不是也不把赖当一回事 - 怎么会跟他致议哦 - 合照也只剩下一双手哦 - 那是当时2022年的时候的新闻 - 大家想说赖清德呢只有被咔掉 - 这美方释放出来的照片 - 所以你看起来 - 现在就是在做一些这种 - 好像这种大内宣的一种方式 - 所以我们现在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 其实赖清德跟这个贺锦丽的这个距离是有的 - 她是自己凑上去跟贺锦丽讲话 - 到底是谁致议谁 - 是要不要先讲清楚 - 要不要先说明白 - 所以现在民进党都还是用一种宣传方式在洗脑大家嘛 - 那蓝营哦 - 2024现在看起来人家觉得说 - 有一点模糊 - 到底是谁要出来呢 - 感觉上面朱立伦哦 - 他就一直讲说 - 南投补选完再来谈2024哦 - 可是呢 - 那时候四大公投才刚落败之后啊 - 朱立伦省引了一阵子哦 - 然后那时候他就讲说 - 啊这个是以前的包袱啊 - 也不能由他来扛嘛 - 现在突然哦 - 四大公投你这样相对起来 - 四大公投不怎么重要 - 然后南投补选就那么那么的重要吗 - 这好像比例原则也不符合 - 所以人家在讲说朱立伦你现在是不是 - 自己在为自己造势才是你真正在做的呢 - 那郭台铭也是啊 - 最近看起来动作频频哦 - 她说人在美国哦 - 但是呢 - 她还po出来就是这个曾馨营有一张照片 - 就是他们的豪宅照 - 哦我们这边没有放出来 - 豪宅照 - 人家在想说 - 欸你这样子不怕到时候被人家出征嘛 - 果然绿营的人就在那边讲说 - 啊他应该不会选总统啊 - 选总统的人应该是要朴实无华 - 不会秀出来美国的豪宅照吧 -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 强哥怎么看这个郑文灿跟蔡英文 - 其实郑文灿跟这个赖清德哦 - 基本上在民进党内 - 我觉得刚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典型 - 郑文灿的人缘很好 - 赖清德的人缘是很差的 - 所以基本上 - 所以本来其实蔡英文心中最期待的 - 这个登大卫的大二哥 - 大家都知道是郑文灿 - 就郑文灿第一个 - 桃园选得那么糟糕 - 然后第二个又有论文抄袭 - 所以他的所谓总统梦就立刻 - 梦就断了嘛 - 梦断了 - 所以现在郑文灿 - 你现在看所有的蹲低姿态 - 一来他的个性使然 - 其实他在桃园他就用这个方式 - 所以桃园严格来讲 - 你会发现桃园 - 他是走什么呢 - 他不走所谓的蓝绿对决的模式 - 所以呢 - 他把这个蓝营的人 - 在桃园 - 其实基本上他也保持一个好关系 - 现在他也是同样的方式 - 现在他更需要嘛 - 因为现在的郑文灿 - 其实是要蹲低低 - 要养伤 - 要止血 - 对不对 - 所以他开始去蹭 - 卢秀燕 - 去蹭侯友谊 - 对不对 - 连张善政 - 可能都要小蹭一下 - 对 - 当然蔡英文对郑文灿的那种所谓的那种 - 关爱 - 那是已经发乎本能的 - 因为一个让人家太讨厌的人 - 赖清德真的很讨厌 - 他真的很讨厌赖清德 - 但是现在时事比人强 - 行事比人强 - 我也没办法 - 可是他还是尽量把关爱眼神 - 多用在一点郑文灿 - 我举个例子 - 你有看蔡英文到现在 - 对赖清德讲话 - 有什么 - 像对我们郑文灿这么温柔 - 这么和颜悦色的这种态度 - 但是有用吗 - 没有用嘛 - 刚刚曾宇讲的最好 - 她说蔡英文现在就是什么 - 只能看稿 - 用语华丽 - 表情 - 面无表情 - 为什么 - 因为现在蔡英文自己都没什么自信心 - 所以她就算想要加持 - 她加持的人也不因此得到好处 - 你这样 - 林志坚就是一个典型 - 小一男孩受到我们蔡英文多大的关注目光 - 对不对 - 起高楼 - 验宾客 - 楼塌了 - 所以 - 郑文灿在今天这个状况 - 基本上我觉得她是在折服 - 然后希望能够 - 我觉得她也不会去跟赖清德抢2024 - 因为她也知道自己不可能 - 但是很抱歉 - 后面民进党她的政治生命还是很长 - 她透过这个低姿态柔软的方式 - 就是让她慢慢的忘记 - 她在桃园那些搞烂的政绩 - 天地水火讲过 - 这个巴德天花板她 - 然后很多的建设乱七八糟 - 虽然慢慢要养伤 - 但是赖清德现在如日中天 - 所以因此稍微收敛一点点 - 所以赖清德都要造神了 - 我这边还有设计对白 - 我们刚刚虽然看到的是她自己凑过去 - 然后后来手都被 - 就喀掉只剩下手 - 可是她想象中要给大家的讯息是这样子 - 啊 William啊 - 幸会幸会2024要加油 - 这设计对白啦 - 她想要营造出来就是 - 连贺锦丽都这样把赖清德当一回事 - 但现实总是特别的骨感 - 其实齐哲轩 - 这个问罗志强就知道了 - 请问哪一个朝代 - 没有一堆的什么议员什么来台湾 - 多的是咧 - 可是马英九时期你会天天在那边贴 - 宣天天在那边贴吗 - 不会 - 现在好像来一个瑞士来一个瑞典 - 不得了啦 - 一定要先贴个总统 - 你看蔡英文的脸书 - 天天都在贴这个 - 然后谁又来了 - 谁又来了 - 以前哪一天没来啊 - 天天有 - 你宣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 没有嘛 - 做时事嘛 - 回来还是做时事 - 所以难怪人家会去开始想说 - 是不是对赖清德 - 人家会有点怀疑 - 因为人家没有对赖清德 - 像你对蔡英文这么青睐啊 - 可是你看喔 - 说实在的啦 - 你历来AIT都是这样 - 你去翻2015年AIT末建的时候 - 2016年 - 蔡英文还没当选的时候 - 末建怎么讲蔡英文 - 哎呀我们会跟她保持联络啊 - 我们很愿意看她怎么 - 还没当选嘛 - 这美国的态度一向是这样 - 对 - 你还没拿到权力之前 -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 是 - 我就是跟你保持距离 - 那你硬要来呢 - 我就给你剪掉 - 我总不能 - 大家看出来我现在拜登 - 我在支持谁 - 不会有这种现象嘛 - 我贺锦丽跟谁比较好 - 美国不会有这种 - 那你硬要的结果 - 就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打脸 - 不可能有这种状况 - 可是你回来看喔 - 我倒觉得对蓝营的那个2024 - 我也比较有兴趣啦 - 既然蓝营的问题在哪里 - 大家一直在讲什么pay - 有没有 - 没有一个愿意当负的 - 没错吧 - 每个都要当正的 - 那为什么要一直在 - 这个问题上打转呢 - 因为不会有人当负的嘛 - 台面上哪一个当负的 - 你告诉我一个就好了 - 不管猪 郭 猴 - 没有一个人格特质可以当负 - 没有一个像郑文燦 - 这种人格特质啦 - 郑文燦是公关型的 - 没有一个这种特质 - 那你一直卡在那边 - 哎呀朱立文到时候你当负的啦 - 猴又宜你当说当负的啦 - 那你不大家一窝子吵架 - 我反而现在想喔 - 有没有可能负的先出来 - 谁可以跟这个负的搭 - 那就表示他就是个正的嘛 - 因为说实在蓝营 - 现在没有一个共主型的魅力型的人 - 没有这种一统天下我来 - 然后请他甘宴当负的 - 马英九是啊 - 现在有没有 - 没有 - 我倒觉得你去想一想 - 负的你一定要挑 - 而且蓝营到时候已经是正负 - 都有魅力才有可能打得赢 - 那你先问一下负的 - 我个人认为啦 - 要是我就把卢秀燕当负的 - 谁可以跟卢秀燕搭 - 那个人反而是正的 - 如果每个人呢 - 都想要王当头 - 连负的都不看在眼里 - 我跟你讲大概吵不完啦 - 吵到五六月可能还在分裂 - 好 哲宇 - 我觉得国民党的家务事 - 我们也不便来评论啦 - 那但是我来说一下就是 - 郑文灿到底会不会变下一个林志坚 - 我觉得至少他是乖乖听话 - 勇于认错的对象哦 - 那相较于其他人就是 - 死不认错 死不改过 -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 那其实一直以来大家 - 你有没有发现 - 民进党政府他常常用一贯的slogan - 他们很会行销 - 绿色执政 品质保证 - 但是呢在这个部分 - 用他们这句slogan营造出来的 - 他们的政治明星有谁 - 林志坚 郑文灿 潘孟安 - 这些人都是 - 那但是大家发现 - 被市场检验之后 - 会发现这些人其实是空壳 - 他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延续 - 所以你会看到郑文灿最近 - 为什么一直左右逢源 - 不管你的政党 - 不管你的立场 - 我就是好好做好 - 我公关的角色 - 你有发现 - 连卢秀燕都会说 - 哇 郑文灿好棒棒啊 - 有求必应 - 那你有 - 其实这个就可以呼应到说 - 现在小英那一天在元宵节 - 她说的是什么 - 希望不分党派 - 团结合作 - 共同为台湾努力 - 郑文灿就是乖乖的 - 在替蔡英文做这件事情啊 -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政院的那一个画面 - 其实他就是完全告诉你 - 我郑文灿可以帮你把大家抖起来 - 那2024也是还是会有我一个角色 - 因为我蹲得越低 - 我有可能跳得越高啊 - 所以这就是郑文灿他聪明的地方 - 他不会像林志坚一样 - 他不会像林志坚一样 - 不会这样子死不改错 - 然后硬要占他的清白 - 有错就面对 - 有自己屈身之地 - 就往那边去做 - 这是郑文灿他厉害的地方啊 - 所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政府 - 大家可以好好跟郑文灿学习的地方 - 所以现在看起来郑文灿是 - 很有可能2024还会再出来 - 我觉得他应该会先沉寂一下啦 - 因为他实在太多的业障了 - 太多业障没有办法消掉 - 所以他就先好好的把大家都在一起 - 你看连卢秀燕都说他好棒 - 没有什么好棒 - 你们想是什么的 - 我觉得他有什么好棒 - 我觉得他没有好棒 - 我觉得他的 根本是有差不多了 - 没有什么好棒 - 是有什么好棒 - 没有什么好棒 - 没有什么好棒 - 我觉得他有什么好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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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穷尽颠倒是非的言论 为中国脱罪奚落美国 然后我国政府的回应 以及其立场口吻和对案 是如出一尺 就是中共同路人 简单就是大概这样子讲 就是你怎么可以帮中共讲话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这个特定媒体 就是这样子在地协作者 罔顾台湾持续受到挑衅 胁迫的事实 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外交部还特别这样发了一篇 措辞强烈的文章 在讲说联合报对于他们的一个评论 那我们台湾现在俨然 会要变成一个反中的聚集地 越来越多人好像 他们政治路上面 没有任何的政绩可演 他们就只有一招 我是反中大将 然后大家就说 你是爱台湾就要支持我 这是台湾价值 就是用这个101招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江启成他讲到 美国没有立即击落气球 现在斗而不破 麦卡锡的访台 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些正当性 增添柴火 为了反中台湾变成了 全球的政治人物的一个打卡点 你看到今天瑞士来 然后还有芬兰议员 陆陆续续来到台湾放台 为了什么 现在不只是台湾的政治人物 要提领这个抗中的红利 世界各国都要一起来 大家一起赚 通通都不管他们的内政问题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要抗中抗到底的话 我们军事准备好了吗 其实接二连三 我们的军队队伍部队一直在出现一些状况 前几天就是有这种亲密影片外流 然后这个女军官现在传出来要离开部队了 甚至昨天跟今天都有传出来 有这样子轻声的消息 空军的气象连队的上位 在营区内亲身送医急救无效 还有这个八军团的二兵 在休假期间车内昏迷 也是抢救无效 是不是蔡英文先顾好这个部队的状况 顾好一些军纪 不然要怎么抗中 抗中一张嘴 但是你又希望陆克来 真的是太矛盾了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你要看美国国防部的看法 因为这个气球在1月28号就进入阿拉斯加 那它的飞行高度当时超过30公里 所以美国军方这个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是觉得要评论 比如说尤其是立委 你最好多了解一点实情在做评论 美国军方第一时间就知道 在阿拉斯加 因为美国跟加拿大 有那个北方防空的那个联合中心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加拿大 然后结果又飘下来 飘到美国的爱达河州 那时候美国才开始紧张 那是1月31号 美国就说怎么又进来了 那结果那个时候军方就决定 跟拜登做报告 这个整个流程 美国蓬勃都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这个 然后爱达河州下来就是蒙塔拉 麦蒙塔拉就是有核设施嘛 所以美国军方就比较紧张就 然后拜登就说你要给我军事方案 那是1月31号 那请问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揭露的 是2月2号 美国时间2月2号下午的5点10分 那我请问这两位立委 为什么美国不在阿拉斯加就击落 请问美国根据什么判断 第一个美国国防部认为 这个是一个安全的气球 那第二个他们并不认为 这个有军情的很明显的威胁 因为以前发生过 那结果有没有发现 这个气球在继续回传 它所得到的 比如说照相到的讯息 结果它已经飞那么远了 还能够回传吗 我是严重怀疑 我认为基本上是失控状态 因为你从中国飞到这里 已经很远了 我坦白讲如果中国大陆可以 从中国一路控制这个气球 飞到美国 都可以完全控制方向 这个是高科技 这个全世界还没人做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美国国防部就是 那为什么最后会被看到 因为它的飞行高度 到莫塔纳的时候 变成18公里 它从30公里降到18公里 结果就被民航机看到 被肉眼看到 结果莫塔纳的小报就登出来了 所以美国国务院就炸开了 国会 美国国会就炸开了 所以你就不得不处理 是这个情况 如果这个气球是在 20公里以上的高度 你F22 你连打都打不到 因为F22的高度 只能够飞到20公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大概就是历来 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那到时候很高的高度 那大家就知道 你有时候也会失控 我也会失控 所以大家就说反正只要没有造成太大的惊恐 就算了 那结果很不幸它掉到18公里 而且刚好掉到莫塔纳 莫塔纳那个州就是非常敏感 因为美国有150枚民兵山的洲际核武导弹 在莫塔纳 所以当然就引起了很大的效应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效应 令我比较意外的不是气球 因为这个气球不是第一次这样飞 已经发生过了 是美国的反应怎么会激烈成这样 然后国会跟媒体激烈反应之后 然后拜登政府决定屈服 这个屈服就是意味着布林肯就取消行程 这个才令人意外 因为事实上 美国的白宫内部有不同意见 可是他选择了向国会 向媒体屈服这个姿态 这个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美国国防部并不认为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 或者是新的军情的威胁 所以你不一定要上纲到 布林肯不去中国 可是你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这个就会有后遗症 这个后续要恢复 就会变得非常不容易 好 紧接着问一下介老师 其实就是蔡英文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 其实在九合一大选以后 严重失败以后 态度他跟他的身边这些人 态度是有转变 而第一个发难的就是赖清德 他把这个民进党 过去神主牌抗中宝台 他失智他就改称和平宝台 那这也是一种风向球 那事实上民进党 包括这个郑文燦 还有好几位他们核心的人物 包括现在跑到陆委会 去做那个副主委梁文杰 这一支流 都纷纷说就是因为抗中宝台 搞过头了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现在已经脱离民意了 所以要有必要要调整 这种气氛一直盛销成上 那事实上很多做法 也在慢慢的在改 比如说这个 两岸的这个 就是说小三通 那民进党的尺寸越来越大 然后另外一方 这个陆克来台 那各种的这种 所谓的检疫措施 也慢慢朝放胸再走 另外一个这个民进党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顽固台图分子 苏贞昌也下台了 过去很多对大陆采取 极不友善 措施跟言论的苏贞昌 也被赶下台了 所以这种迹象显示 好像民进党为了他的选举 为了他选票 有一点点放弃 抗中宝台这个大方向 这个神主牌的迹象 可是最近又急转直下 又感觉和平保台 没有人在谈了 抗中的力道又重新回过台 那其实我的观察 应该是蔡英文的老板生气 蔡英文老板不是台湾人民 蔡英文的老板是拜登 拜登一听到说 蔡英文你不抗中保台 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我现在在搞全球抗中保美的 所以美国是抗中保美 你们倒一起来抗中 然后来保美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搞到一半 你就要怎么样 打退堂鼓 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 麦卡锡来台湾的事件 那么本来不讲 本来不讲 结果萧美琴昨天 前两天在接受日本媒体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欢迎美国的政治人物到台湾来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松口了 你看刘锡坤 包括这个 这个吴钊燮的发言人 讲起这个麦卡锡的时候 都三肩几口 对不对 结果呢 没有多久就改口了 而且叫萧美琴来讲 那萧美琴是不是他 以前拿过美国护照 这个要查一下 他以前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美国国籍 还是他放弃 我不晓得 这个 其实他可以出来说明一下 查证一下 他有没有 当过美国人了 那不过就是说 风向在转 我觉得 最近两个很明显的迹象 一个就是小三通 又开始怎么样 又开始在那边做文章了 对 又开始松 好像松的迹象又收回来 又说这个不行 那个有困难什么 那开始紧了 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露线的 就是气球事件 居然吴钊燮叫他的发言人 出来发言 然后你看 我们的这个媒体发言以后 这个社论以后 他居然做这么强烈的反应 对不起啊 美国国务院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反应过头了 那我们过去碰到这些事情 我们都是怎么样 以台湾的利益为最最最最大的考量 尽量不要去 把节外生枝 可是呢 这一种做法 让人家感觉你吴钊燮 是不是把外交部变成 美国国务院的台湾办事处了 那我认为他也没有这么糊涂 也没有这么样卖台到这个程度 不过可以显现幕后可能美国的压力 美国的下指导期越来越重 那么大的方向就是不让你民进党 包括蔡英文 放弃抗中保台 你不但不能够和平保台 你还要继续抗中保台 还要怎么样 玩得更凶 所以呢 我觉得继续走下去吧 那最后让我们台湾的选民来决定 那么2024 谁适合来在台湾主政 谁适合让台湾远离战火 好 请教赖老师 蔡英文他们如果继续去阻止小三通 阻止大三通 这个是剥夺我们台湾民众的权利 而且也对我们台湾民众的利益 造成重大的损伤 我觉得小三通影响最大的 当然就是金门的民众 而且事实上它也渐渐影响台湾的民众 那大三通的话 那就是全面性的 都对我们产生影响 因为两边不通 而且航点也不飞的话 我们台湾有多少民众 在中国大陆这边投资做生意 而不要忘了 这些台商在大陆投资做生意 它有很大的一部分的税 是贡献给台湾人 它也创造了很多台湾的民众的就业机会 因为它有很多的干部 都是台湾的民众过去的 它也创造了台湾的就业机会 也贡献了台湾的税 而且它本身的资产 绝大部分都是放在台湾 还是会回到台湾来 结果你现在对于这些 对台湾有贡献的这些台商 或是台湾在大陆的各种民众 你却对于它的基本的权利 它的利益 你却进行了打压 进行了剥削 进行了修理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那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摇摆不定 它最主要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 川普时代一直到拜登的 布林肯去大陆访问的初期 你看他在早期的时候 他看到拜登也好 或者是这个川普也好 对于中国大陆是采用这种攻击性的 那么两边的就是中美的关系很紧张 蔡英文他们的大陆政策就很激进 很冒险 然后很挑衅 完全配合美国 那也就是蔡英文从来不是棋子 他从来就是美国人的棋子 也就是说他自己很愿意当美国人的马前卒 在前面去冲锋 可是等到拜登打了这一两年以后 也累了 然后从去年的巴厘岛见面 然后开始进行缓和 不要忘了去年的巴厘岛见面 不是就是台湾刚好 就是举行要选举的时候 九和一选举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那就酝酿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跟拜登要见面 就代表他们朝缓和的方向 在走的时候 台湾的民进党的政策 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调整 也就是从激进要转为缓和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在九和一大败 大败以后就说 我们对于两岸关系的论述要改变 这不是郑文燦提出来的吗 接着赖清德不是就说和平保台吗 那不是就是又一片祥和了 好像就是要跟 看着美国的拜登 跟大陆习近平的见面以后 好像两边的关系开始在缓和了 他也跟着在变了 好 这一次的这个气球事件 然后看着共和党在那边操作民粹 然后民主党的暖弱无力 民主党的暖弱无力 拜登被民粹主义 被在野党牵着头走的时候 那么整个旗都吓坏了 吓坏了以后 民进党又看 可能中美又要开始陷入紧张了 民进党又来时了 又来了 上上下下又开始改变了 又开始挑衅了 我觉得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是跟着中美的关系走 不要误判情势 搞不好再过一段时间 布林肯又偷偷摸摸的 或是千方百计的 想到大陆去访问 这个时候又要改变了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王周芒回来 这也是一种立场吗 这也是一种立场 没错 这确实也是一种立场 爸爸叫我半猫 我就演猫 爸爸叫我演狗 我就演狗 好 真是 糟糕 这个要讲很久 好 我有看到电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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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1月28气球 然后2月2号收会见席 再来突然气球照片 然后2月4号才极落 然后这边是讲说没有 没有说访华的日期这一块 好 来来第二张 有人在催促 借老师不选立委 太可惜了 谁 观众说在那边洗版 你确定不行了吗 你确定不选了吗 太可惜了 借老师 谢谢 借老师 代价而沽 不分区好了 不是 因为他判断 可能会政党轮替 所以有更重要的是 还是借老师出来挑战 目标比较重要 走什么路 殊途同归 条条大路通罗马 外交部长的大位 等着借老师 目标我们是要两岸和平 这比较重要 所以殊途从归 所以到时候政党轮替 会不会三位都去当官了 不会 我就没来宾了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我永远守着那些 道口烧鸡 国民党对我 国民党对我也是很有意见 这样子吗 那会不会出来选的 不那么国民党 哪一个党对我没有意见 都很有意见 清明党也很有意见 民众党也很有意见 你怎么得罪了这么多 清静党也很有意见 哪一个党对我没意见 都很有意见 这个 那他们要选择由赖老师 他说台湾 萧美琴说对以后来台湾的议员代表团 都给予欢迎 演习就不断了 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我常常如此高兴地这样想 我怎么样突然绕日文 你到底是讲日文还是韩文 当然是日文 我刚刚找到那个 时事通信社访问中 萧美琴的原文 萧美琴 好 谢谢大家留言给我 好了 不要再讨论我变不变胖了 这话题上周就在聊了 到此为止 对 不能再谈了 对 萧美琴瘦很多了 刚刚讲说不要再讨论你 不要再讨论你 是 你很亮 我又不是讨论胖 我是讨论瘦 我们来讨论最新的句好了 我最近在追狂飙 好好看 那个扫黑的 好好看 我已经看了 我还拉着我妈一起看 我妈就说 我不要不要那个句好长 然后觉得她是自己熬夜 她是自己熬夜 你妈啊 自己一直追 你妈很可爱 然后我跟她一起看 她就多看了好几集 我都要先看 漏掉那几集的剧头 因为 因为你要上班 你妈比较 对 我妈是很贼 招圈喜欢看 因为影片大部分都是帅哥 黄飙有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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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也很少 李一同很漂亮 黄飙都是演技派 我觉得 飙演技 而且好像才刚刚上映 你买多久 对啊 一月份才上 好好看 你是从哪边看 我在爱奇艺看 OK YT也有 YT也有 有人贴到YT 真的啊 对 因为我有定爱奇艺 所以我是在爱奇艺那边看 真好看 然后看得会紧张 所以她那个剧情很高潮叠起 对 因为她是少黑 这个跟政治不一样 政治比较可以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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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重点 谢谢 谢谢 cảm 无不得 谢谢 谢谢 这个中美的气球事件 就是中美双方各自解读 美国那边就讲说 哎呀你中国大陆又用这种 什么间谍的方式 那但是呢 中国大陆看就觉得 你布林肯是不是 大家没有 那个习近平没有要见你 也没有要让你这个来访华 赶快找个台阶下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间轴就可以还原说 到底布林肯是不是 自己找台阶下 彭博社在讲说 其实白宫早就知情 这个气球的事情 本来想要让布林肯 先访问北京之后才说 早在1月28号的时候 拜登就已经知道气球了 而且依照911的标准 怎么不打下来 就是因为他觉得 应该就是让布林肯 先访问完再讲 但是没想到呢 你看看2月2号的时候 本来这个金融时报还讲说 布林肯有机会 跟习近平碰上一面 那时候美方都还一直 不断在释放消息 可是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照片曝光了 因为呢 有这个比林斯公报 他就讲说 哎呦 气球的照片 逼得拜登得要直球对决 所以白宫当天下午 就将这个间谍的气球照片 公诸于世 而且到了2月2号的时候 也说 这个气球事件 发生在仿中前夕 那所以呢 就是是不是因为 跟这个中国没有谈好 还是真的是因为气球 所以才推迟仿中 看起来这个时间点啊 感觉上面 你如果早就知道 这其实时间点是有落差的 你是不是一直拖到这个时间 让自己有台阶下呢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啊 其实现在在台湾 有一些人啊 就是配合着美国 在讲说 哎呀 你孟文兵明明就有讲过说 欢迎布林肯访华 你现在是不是 讲法打脸你自己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释放出来的一个声明 是讲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 邀请你访华 也没有确切时间 的确是如此 他们就讲说 有啊 你孟文兵之前有讲说 欢迎布林肯访华 可是他们就把后面 那句给卡掉了 他是讲说 双方正具体的保持 一些安排上的一些沟通 可是都没有明确的 从来没有明确讲说 几月几号 布林肯会访华 都是美方那边释放消息 1月17号之后 再来就是科比讲说 确认布林肯的访中日期 但是也没有公布访问的行程 但是呢 同一天 毛你也在讲说 美方不能要沟通 谈合作 却一边干涉 中国大陆的内政 还有损害中国大陆的利益 到2月2号时候 2月1号时候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也是讲说 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 后来就是出现了什么 布林肯会见面 会见这个习近平的相关消息 可是这都是美国媒体 而我看到中国大陆的媒体 都在讲说 他不一定能够见得到习近平 因为以前 蓬佩奥也没有见到习近平 所以其实双方的 这个报道落差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不是美国 都是单方面 在释放讯息而已呢 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议员 也在讲说 拜登是不是在 試图在掩盖 这个太晚才击落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气球 那美国的前外交官甚至讲说 布林肯推迟访华 其实他觉得布林肯 非常的软弱又可悲 他觉得 这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理由 借口来推迟访华 那中美的网友也议论纷纷 你看看 大陆的网友在讲说 就在布林肯马上发黄的时候 咱们的热气球就过去了 导致中美关系又变得紧张 这也太巧了 不是吗 而且这个热气球 也不是常常就出现吗 怎么这一次就突然这样 大肆被渲染了 到底布林肯是拒访还是被拒访 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大陆那边的一些媒体 其实都是一直讲说 没有相关消息 或者是说布林肯来 也不会见得什么改善 所以中国大陆那边 其实都没有松口说 布林肯来访这件事 还有大陆网友在讲说 中国不惯布林肯 不说人话远着滚 打美窩口 中国很想要耍横去日本 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出来 可是美国那边也有一些 好像对于中国大陆 这个气球事情在不断的渲染 就说美国人现在举枪 要瞄准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 那川普的儿子还在昨天发推特 就说如果政府不打下气球 也许我们就让这个蒙大拿州的人 去做他们的事情 我想他们有能力跟决心 来做这一切的 然后美国各地还响应说 要拿枪射击气球的运动 纷纷举枪瞄准天空 现在好像找到了一个出口 要把这个气全部瞄向了中国大陆 人家在讲说 美国这做法是不是有点像以前 金正日爷爷 以石头击落美国人的人造卫星 还是像北韩太空人成功登陆太阳 就是这种神话般的新闻 现在难道连美国都要来搞这一套吗 一颗气球现在美中各自解读 人家讲说 看到他消气的那一刻 美国人欢呼变成皱巴巴的卫生纸 可是他是用什么射击 他是用眼镜蛇飞弹 飞弹一枚两千万 可是气象的气球 大概造价是几万块到百万不等 你要用两千万去射击这样的一个气球 也难怪我看到之前也有加拿大 他们说射了千颗的弹 都没有办法打下这个气球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设计的确不符合比例原则 可是美国是不是也没有想好要怎么样的因应 因为突然要这样子大张旗鼓的把这件事情炒作到这么高 所以连中美的一些关系专家在讲说 这是难道是准备开战的一个讯号吗 德国的媒体也在讲说 现在证明出来中国能够随时闯入美国的领空 所以看起来中美双方是越来越加的紧张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高空气球 也有美中的专家讲说 你这样等于是告诉人家 就是测试对方如何回应的一种方式 而且是不是也在告诉一些你的盟友国 比方说像菲律宾 日本 或者甚至说我们台湾不是讲说 美台关系坚弱磐石吗 是不是告诉大家美国其实并不会出手相助 所以这些气球的问题从布林肯不断的渲染 已经变成一个美中更大更新的一个矛盾冲突了 我们来问一下来老师 我觉得事情我们一定要先问的是 谁主动要求要去大陆访问 是大陆主动邀请你布林肯来访问 还是布林肯主动一直希望能够到大陆去访问 我觉得这个主客一定要弄清楚 事实上大家看得很明白 就是布林肯一直主动的要去大陆访问 那到大陆访问我们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到大陆访问是为了要改善关系吗 如果你为了要改善关系 我想大陆绝对是欢迎的 因为目前如果从紧张的关系改为缓和 不要说变得友好 我想大陆也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吵架 或是来威胁来施加压力 然后逼得中国大陆要屈服屈从于听命于你的话 那这个部分里面那就静懈不明了 那你就不用到北京来了 那如果你还是真的要来的话 那就防朗这边溜一溜走一走 还有人说秦皇岛 昨天六人跟我說 还有人说干脆到秦皇岛去 去斗一斗等等的 好不管如何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要来吵架的 那就意义就不大了 好 那也就是确实是美国想要去 而不是中国大陆邀请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确实美国的国务院 从来没有明白的宣布 我再强调 美国的国务院从来没有明白的宣布 说布林肯接到中国大陆的邀请 然后他是2月5号6号到北京跟秦刚见面 美国的国务院从来没有这样公布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从来没有这样公布 那怎么会有台湾的一些媒体 尤其官方的媒体 那怎么可以说是谁打了谁的脸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官方的评论社 的一个通讯社 如果这样子下标语 我觉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应该要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台湾的官方没有说什么 然后我们用议策的方式 或是用推论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媒体这样的一个报道 是值得探讨的 因为它的公信力会受到伤害 我觉得应该要珍惜自己的羽毛 真的是要珍惜羽毛很重要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美国的做法 美国的做法都是国务院不具名的官员 透过媒体放话 先透过political放话 说布林肯将在2月5号去 然后要讨论什么八项议题 九项议题 结果每个议题都被打脸 说这个不能谈 那个不能谈 那个不能谈 那都是被问的 接着又找了法新社去放话 又是不具名的官员 说他将要去 然后接着不断的就找媒体 都是不具名的官员 然后一下子说谈新疆问题 一下子说台湾的问题 后来又到最后说要谈这个美乌战争的问题 反正什么东西都他们在放话 可是当美国开始做了更多的动作 是不友善的动作 例如说也就在元月下旬的时候 在南海举行2加2的四个准航母 就是两个准航母 两个航母战斗群的军演的时候 等于是你在秀肌肉了 你在军东军队里面开始进行挑衅了 接着叶伦去了瑞士跟刘鹤讲完了以后 说他希望能够到中国来访问 然后接着到非洲就去讲中国人的坏话 接着商务部说全面禁止华为 市集以下的东西 然后卖给大陆卖给华为等等 然后日本跟荷兰又说进他们的半导体 所有的动作都做的都是不友善的动作 做了这么多的不友善动作 那你觉得中国大陆还要你来吗 那也就是所以双方的 能够来谈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 那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么多的动作以后 当媒体记者一直问大陆的外交部 但外交部就说没有可告知了 没有可告知了 结果一直到2月5号 理论上讲你华盛顿飞到北京 或是飞到中国大陆要十几个小时 那所以大家都在看 那你2月4号是不是应该准备要飞了 可是一直没有拿到邀请函 所以很有可能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我在你起飞前一分钟 突然间一个电报给你 你来吧 随传随到 然后那个布林肯马上上飞机 飞机马上起飞 那就是随传随到 觉得很难看 随朝随来 那就很难看了 结果这个小白球爆开了 讲小白球好像台湾以前有人打小白球 出了一些状况 结果这个小白球的事件被解漏了 爆开了 一发不可受死 就顺势下了台阶了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其实这个整个事情 现在来龙去脉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那如果说成纯粹就这个布林肯 访大陆这件事情 那看起来是中国大陆闭门谢客 没有让他去 那当然这可能是就是说 双方对于要谈什么没有谈拢 另外一个就是说接待的规格 接待的方式 大概也没谈拢 这两个对于这个尤其像 外交部长陈吉的出访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过这个背后也就显示 中国大陆也就跟美国之间 可以说是 态度越来越坚定 态度越来越强硬 那也就说 我现在不接受 那么要怎么样你就看着办 那美国事实上也拿不出办法 所以就找了一个下台阶 就用这个飞 就以这个飞弹为目标 打了一个响尾蛇飞弹 出了一场气 免得拜登的政府在美国 被共和党嘲笑 或者让美国老百姓觉得太软弱 所以把美国老百姓的注意力 都移转到那颗气球上面 然后拿这颗气球来泄愤 所以看来是就是说 美国这件事情 拜登政府也没闹大 他去不成 这个布林肯去不成北京 美国这个国内的政治上 他没有失分太多 那也是这个是一个 美国国内的政治操作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 中国大陆基本上对美国 我觉得也是吃了衬头舔了心了 你要不高兴的话 你就不高兴 你不能来就是不能来 你要去打那个气球 你就去打 现在就是说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不过我该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会失落一阵子 因为美国现在 很多事情还想要演下去 跟中国大陆演一场戏 那可是演不下去的时候呢 可能就要找代理人了 那这个代理人 现在在美中之间 美国可以运用的武器 这个代理人 看起来就是蔡英文 那跟哲伦斯基蛮像 所以呢 如果是蔡英文被 降中以后 那台湾要遭殃 那当然我们希望蔡英文 能够硬起来 以台湾人民的这个 生命财产安全 幸福为考量 可是呢 看起来好像不是如此 你光这个小三通 这对我们台湾 台商有利的事情 他都不做了 对 另外一方面 美国打一个气球下来 我们的外交部 居然还跟着帮枪 你去看一下 过去有没有这种例子 我认为完全找不到 这个例子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一反常态 这个都非常显示说 美国现在要把台湾 往前更推一步 那更推一步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在台湾 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更危险 所以呢 真的是奉劝 我们这个目前蔡英文 还是要以台湾的安全 台湾人的福祉 为最优先考量 碰到美国不合理的要求 还是该说不就说不吧 好 来问亮哥 这个还原真相 是1月17号 日本共同社的记者 问汪文斌 问他说 根据美国媒体报导 布林肯将访华 那中方有没有什么讯息 那汪文斌当时这样回答的 他说中国欢迎 布林肯访华 那中美双方正在 就有关具体安排 保持沟通 所以还没有定案 就是沟通而已 那接下来就1月31号 那彭博社的记者问毛宁啊 那毛宁就说 中方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然后一直到2月2号 也是同样的说法 然后2月3号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就出来了 说事实上我们根本就还没有邀请 就是这样 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 美国的很多媒体 说布林肯要访华了 还要见习近平 通通都是美国自己在讲 这个是事实啊 这个不是说 这个就是 你把那个时间表 大事记整理一下 你就出来了嘛 这个不是能够随便说的啦 还有就是说 这个坦白讲我认为 这个布林肯不去啊 然后拜登政府屈服于 众议院跟媒体的这个 这个反中的压力啊 这个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才刚开始完 现在美国军方在 南考的南娜州的外海 在捞那个长骸嘛 那捞长骸上来之后 你以为众议院这样就结束了 众议院议员搞不好还要去看 那看了之后还要品头论足 现在已经新闻出来了 说美国要求要研究 里面有没有美国的零件 已经来了啦 什么东西都有啦 然后说 接下来拜登是不是要做 进一步的报复措施 众议院都已经开始完了啦 戏码已经开始 就是你还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什么 让民众来参观啊 之类的啦 反正他要搞民粹 就是搞到底啦 那那个情况之下 一定是麦卡锡主导的吧 那你去想一想 麦卡锡一旦主导这个议题 一路完到四月 然后他要来台湾 你去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 就来台湾完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有忙回来 这边没有人邀请你 对 我看他们还做成 那像什么抖音影片 就是他只咖前面那一句 欢迎布林肯访华 就是说大陆打脸自己 什么明明就有讲访华 然后他后面还有讲 对他后面还有讲说 正在安排沟通 为着安排在沟通 好 谢谢 谢谢 所以这是一种认知作战 我今天看到自由时报讲说 什么在YouTube 然后抖音上面 都有一些什么 政论节目的片段 我想说 实在是想我们 这个是沈柏阳昨天的演讲 对啊 然后我想说 难怪我们最近的那个 线上人数都受到影响 哎呦 但今天还有一万三 你不要乱讲 很难 很难影响 真的很难 真的吗 很难 我们上周都没有出现在首页了 能够影响的是赖老师那种 因为那个是个人专线 你们是一个台 你不要把我们台 因为他自己当老板 我们连一个第四台业者都不敢 他那种比较容易的影响 我们都不敢得罪第四台业者 你 一言又止 有一个工程师 他们有去看那个数据 真的啊 对 然后 就说那个数据 他们很明显的 就是被 有机器人 就是你只要出现 他就卡 你有能知道吗 他那个 因为我们以前直播的话 会出现在 就是每个人打开YouTube 他会就放在上面 现在哪些频道在直播 我们现在就不会出现在那 然后好多观众跟我们讲 就是都看不到我们 后来他们就 就建议我几个做法 就是一个就是YouTube的那个推广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澳洲 对于这个气球的事件 他们也有一些发言 他们就说不会取消跟中方的会晤 甚至还讲说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气象气球 应该要保持冷静 包含澳洲在内的国家 会继续跟中国接触 并且防止与美国的竞争升级为冲突 他说这个非常的重要 希望中美都能够继续谈判 所以跟中方的会晤 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商务部长的视讯 他们其实也是同意在2月6号的时候 这个澳洲的贸易部长 同意访问北京 那还有澳洲也在准备重启 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包含了大麦 龙虾 葡萄酒 在内的一些澳洲产品 这回的贸易制裁将会是首要的议程 看看能不能恢复 也是隔了三年之后的再次的会面 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这个全球经济的主要成分 所以他们就讲说 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贸易跟投资 中国的这个进口禁令 不会使澳洲改变 对他最大贸易伙伴的政策 那艾班尼斯更不用说 他也是一直在讲说 期待今年晚些时候 能够去访问北京 看起来这个气球事件 越来越多的国家表态就觉得说 不需要扩大解释 而且特别澳洲又是 这个五眼联盟当中的这些盟友 AUKUS当中的这个盟友 那所以看起来我们另外 这个纽西兰的新任总理 已经就任了 李克强也特别祝福 那纽西兰总理 他的翻译名称也很奇妙 夜见识感觉很中国风 那他的确也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也蛮好 他本身也是一个亲中派 他说这个纽中关系对经济非常的重要 将会视未来访问中国为重要的工作 而且中纽是重要合作伙伴 两国的关系跨越了50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也要增进互信 扩大交流 所以也是跟着这个澳洲恢复的脚步 纽西兰也是释放对于中国大陆的善意 那他们就讲说 这个2023年纽西兰应该要跟上中国的步伐 换句话说 其实很多国家都知道 今年的这个经济 全球的经济的状况 当然是中国大陆等于是 表现的相对比较好 所以包含了欧洲 包含了纽澳 大家都希望能够跟上中国大陆的脚步 一起跟着这个复苏的脚步 他说中国大陆不会原地踏步 那纽西兰也应该要避免 不要这种顾步自封 要着眼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2020-2021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也帮纽西兰的经济 度过了充满挑战的时期 那纽西兰需要了解的是 中国大陆是怎么样改变的呀 那这些中国的游客回归 也是现在纽西兰 他们从疫情复苏 非常积极的一个步骤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就是中国大陆的出境团 我们还看到有相关的画面 就是他们的纽西兰首发团 一分钟就满团了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 对于纽西兰来说 中国的游客其实贡献值非常的高 光是一年可能超过17亿纽币 有超过40万名的中国游客 占了当年的三分之一 就是外国的游客 中国大陆的比重非常的高 也难怪现在纽西兰 当然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赶紧的更加的改善 那美国现在看到中国的经济复苏 恐怕也会很紧张 因为你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 年后都在招兵买马 反倒是美国一直穿出来 戏骨在大裁员的一些消息 中国的德国商会就讲到说 现在德国很多的企业 也在扩大在中国的一些投资 中国大陆的一些投资 那特别有将近有5000多家 那所以人家也看到说 现在欧洲受到能源的影响 他们也是大举的 在往中国大陆的市场迁移 那连博士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也讲说 他们现在把这个中国大陆的业务 视为是至关重要 特别是中国市场是不可 不可以选的 而是必选 他说这个重要性不是说 你要做选择 就是说我要选哪边 而是中国大陆是一定要列在首位的 但是美国还在加强抗中 我们前两天有讲到说违性 那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TikTok之后 他就说应该要像这个气球之后 也要炸毁这个TikTok 而且他还把这个违性 批语为特洛伊木 他说这个影响恐怕会比起 TikTok来得更大的危险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可能可以直接 取得到这个美国用户的一些数据 所以接下来还要对TikTok 实施禁令吗 美国禁得了吗 那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澳洲对中国大陆的市场的依赖度 几乎35% 大概世界也是排名最高的几个 那所以过去的爱班尼斯 这个的前任 这个所采取的反中政策 那么不晓得安全上得到什么好处 可是贸易上跟经济上受到重创 因为中国大陆几乎进了所有 对所有澳洲原来 外销中国大陆主力的商品 跟这些产品都给予了制裁 那么比如说煤矿 这个农产品包括大麦葡萄酒龙虾 这四样东西基本上澳洲在中国市场 过去它的竞争对手是美国 你现在澳洲的煤矿不去了 那美国的煤矿就得到比较大的市场 澳洲的红酒不去了 葡萄酒不去 美国的红酒 葡萄酒市场 都是美国受益 所以事实上澳洲替美国人当马前卒 结果他丢掉的市场 被美国的厂商抢走 你说澳洲人会这么傻吗 所以事实上 Morrison原来的做法 当时很多澳洲人就反对了 所以会造成他才不过执政 没有多久就下台了 那么就换上了比较亲中的 这个艾班尼斯工党的政府 所以工党知道澳洲的民意之所在 你不能逆着民意走 所以他上任以后 我觉得他很聪明 他把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能够恢复再维持的话 就可以让他在澳洲 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 这个情况就可以维持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现在 他跟这个Morrison政府的一个 完全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他在政治上 外交上 安全上 不像以前的Morrison 每天跟着美国喊 然后有时候还在美国喊 美国是十分的分贝 澳洲用十二分的分贝 跟疯了一样 澳洲人的利益 就完全被当时的Morrison 完全抛诸脑后 他得到什么好处 澳洲更安全了吗 没有 澳洲有更安全吗 澳洲原来也没有不安全 是他制造出来一个不安全的假象 那结果他实际的经济 经济受损 澳洲老百姓受到很严重的打 所以现在埃班尼斯 从现实角度出来 他一上任就跟中国大陆喊话 中国大陆回应也很快 当然这个过程中 已经大概已经有 差不多半年多以上了 能够恢复得这么快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还听说 这个煤矿的这个好 恢复到中国大陆销售 看起来都已经成定局了 已经有一些部分已经回去了 那其他的部分 人员的交流 还有这些 他们最在乎的一些农产品 我想很快就回去了 那纽西兰的话 国家小 从来不去做自己能力 做不到的地方 不搞意识形态 务实 非常的务实 纽西兰曾经 如果看历史 曾经被英国抛弃 那么英国抛弃的时候 他曾经整个经济 濒临破产 大概上个时代 大概80年代 90年代时候 这个教训让 纽西兰人 记到今天 你自己的生存 自己的生活 能不能维持之下去 跟你自己 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你都去听那些欧洲国家 听美国的话 最后你第一个被牺牲 你要把自己的利益 放最前面 对你是最有利的 所以纽西兰 基本上 现实主义出发 它原来的这个 这个Arden 下台以后 这个年轻的政治人物 都是这个看法 这个就是 纽西兰 对他自己 最自傲的什么 他说 我们是一个 务实 合理的小国 好 我们来问亮哥 这个 美国众议员的话 其实 除了麦卡锡之外 其实他不值得讨论 这个435个议员 什么低水平的话 都讲得出来 我跟你讲 美国去年 跟中国的贸易额 将近7000亿 比2021还成长5.1% 你就先去跟拜登讲 贸易全部停了 看你美国人怎么生活 所以每天都在讲屁话 你知道吗 这个抖音 微信 你都进 你看李民主党 会不会有华人的票 人家要怎么生活 美国靠抖音生活的 有上百万人 有好几百万人 所以人家已经从抖音 开始赚钱了 把它当做一个平台 连你拜登跟欧巴马 都在用抖音 当做竞选的平台 对 那竞个头 每天都在讨论这种议题 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澳大利亚是醒的 就是说原来他不是什么 南太平洋的大国 他终于发现 自己发现自己不是大国 他终于发现他在亚洲 你知道吧 终于醒了 发现他是在亚洲 而且他距离中国大陆 将超过5000公里 所以第一岛链跟他关系 真的不大 他终于了解他的地理位置了 所以你Morrison在那边 觉得第一岛链你也要介入 那简直是莫名其妙嘛 你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什么 就东南亚维持好关系 南太平洋要搞定你的势力范围 这个比较合理嘛 所以中国要到索罗门 你该接受恐惧 这个合理 第一岛链干你屁事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比较实际 那比较实际就是说他终于醒了 终于知道他的地理位置是在这里 就是这样 所以地缘政治观点当然就改变了 好 赖老师 小白球这个事件 就气象气球事件燃烧了几天 外交部 中国大陆外交部表达强烈抗议 那中国大陆的国防部表达 对类似事件保有这个相对等的权利 所以中美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三天就是比较紧张 那比较紧张的事情一下 美国一片的这种反华的 这种民粹主义的声音 但是他却完全没有影响到 大陆跟澳大利亚的商务部的部长 在今天的视讯会议刚刚结束 这代表什么 因为本来大家都在观察 那美国 这个在外交上碰到挫折 美国恼羞成怒 美国会不会给澳大利亚施加压力 说你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距离 你不要再 你要追随我 但是结果他们如期的视讯会议 而且视讯会议谈得很好 那澳大利亚的态度表得很明白 说欢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去投资 然后大陆这边的商务部部长 表示说欢迎邀请你这个澳大利亚的商务部部长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就是面对面的来会谈了 而澳大利亚的这个商务部长也很开心 说他欣然接受 所以双方在方便的时候 他就急张要去了 那当他们会谈的时候 那就为他的总理已经铺了路 这代表什么 澳大利亚在这个事件中 中美的关系的变化中 他没有追随美国再走 这个就是一个讯号 这个代表澳大利亚如此 纽西兰如果也是如此 而有美国原来的盟国 更多更是如此的话 那你参英文马上又改变态度 电影和这种自然界有空 而 monthly正想的 手下来的 这一句话 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 有点免分儿 到底是什么 我就找来 帮助澳大利亚 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睡觉 有免律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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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宿愿中华大学硕士学术论文的提宿愿 教育部已经驳回了 这是2月2号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本论文 台湾大学的宿愿还没有结果呢 还有呢 这个可能对林志坚来说不是好消息 因为主科管理局 管理局现在提告林志坚这件事情 已经证实进入了司法程序 告来告去 每一次告 每一次检视 林志坚看起来又被扒了一层皮 另外之前林志坚不是去告了王鸿威吗 说你这个是加重诽谤 你说我抄袭加重诽谤 现在法院也出来了 说这个不起诉 检方说不起诉 所以现在看起来网路上好多人都说 哎呀 小智小智真可怜啊 小智小智真可悲呀 全部都输 输了了 又被法院认证了吗 明明认错道歉都就能解决 结果拖了半年多 甚至把九合一大选都给拉下来了 那现在包括法务部都认证了吗 我们必须说林志坚所谓撤销学位的提诉诉愿 那当然是他的权利 可是现在台大的进度是什么 包括教育部对于台大诉愿案 可能2月6号之前就要结案了 那到时候蔡总统怎么面对呢 或者是蔡总统要不要表达一个态度呢 是传过水无痕 还是蔡总统隐形切割 就不回应这件事情了吗 我们来看看呢 历历在目去年8月10号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在终植会还讲了很大声 她说坚信制坚没有抄袭呀 支持她继续努力 捍卫清白 要大家大声讲 我们要支持制坚捍卫清白 相信自己的同志 而前一天陈建仁前副总统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也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未来一定会还给林志坚清白 不能说你说过了就不记得了 都有留下记录的 那现在要不要道歉呢 要不要道歉呢 我们还看到关于民进党党机器党中央 也曾经发过这样的新闻稿 在自己的官网上面发布的新闻稿 说哇最新市政公布啦 林志坚的论文为原创 像这一些哦 这些说法都被记录下来 都被历史记录下来 才半年前了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党中央民进党党中央 陈建仁院长 蔡英文总统 有没有态度 还是说可以跟大家道歉说 抱歉 我们误信了小智 抱歉 我们被蒙蔽了 这样也可以啦 至少要有一个交代嘛 可是看起来也有人在说 是不是蔡英文要切割了林志坚 因为这么多的市政 这么多的公部门接连出来打脸 可能蔡英文想要把这件事情给禁止下来 可是这个树欲禁而风不止啊 那个风是谁 真正风就是翁达瑞 自称在美国当大学教授的翁达瑞 不断的在他的脸书或是各个政论节目讲说 是非非明很重要啊 他的论述是什么 我们直接看 他的意思是说 那表示啊 这个如果 如果林志坚 他连基本的研究能力都没有 那表示什么 中华大学你的错啊 你的训练不足啊 你的把关不严啊 林志坚是受害者 这个中华大学是学店 一切的错都是中华大学的错 可是依此类推 我们是不是能够讲李梅珍那个时候不是被撤销论文吗 那中山大学是学店 中山大学的错 那任何人只要这个作弊被抓到 抄袭被抓到 就是那个学校的错 这个理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有没有道理呢 就是帮 曾经帮过小智辩解的人 其实一般民众也有啦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分成两个阵营 有人认为小智是对的 所以也有一些人出来帮小智来辩解 那我们看到网路上就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他说他是绿营的支持者 他当初也有帮林志坚辩论 现在看到教育部的夙愿的回复啊 突然觉得当时自己真的是帮错人了 觉得好丢脸啊 好丢脸啊 那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论文抄袭案啊 其实刚刚上任的格魁 陈建仁也被扫到了哟 王宏威也提出来一些市政说 我们的陈建仁 他在国际的期刊上面的挂名论文 也涉嫌抄袭 那这个陈建仁必须说 那当然他在学术上有崇高的地位 或者是在宗教界上 他有被授予一些这个薰卫吧 这一些地位 可是有一些事情啊 就算你是神 我们也要拿出来检验啊 也要质疑 更何况你是我们的公职人员 作为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可不可以质疑 我相信是可以的啊 包括洪威杰讲的论文一次抄袭 还有乌角病的研究贡献 到底是有没有灌水 有没有碰轰 是不是你第一个发现的 还有高端疫苗 这个争议最大啊 我必须说争议最大 还有包括中研院你戒掉的事情 是不是贪图49万的月薪 而不愿意辞去这个位置呢 蛮多争议的啦 必须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社会 我可以丢出来吗 你可以一一解释吗 可是现在不得了了 你只要质疑啊 成见人的这个争议啊 或者是一些 我们列出来的这些种种点点等等啊 就有人说 你们收入成见人 你们没有基本的情意啊 人情意理啊 这个无耻无下限 总之就是这样 这是台湾社会的现况 成见人某种程度也被镀了一层金 好像一个神坛 把他端坐在那里 不能质疑神的这个品格吗 这个在民主社会应该是不存在质疑 这个任何人都可以被公开检视的 那王定宇也跳出来讲啦 骂了王宏威啊 就说你们这些荒谬的指控啊 另外必须回归啊 把这口水战都拿掉 我们回归成见人院长的专业好不好 他是公卫专家 这一点应该大家都都知道吧 可是我们现在面对的COVID-19 真的结束了吗 我们的这个新冠肺炎 在台湾现在还在肆虐哦 而且蛮严重的 观众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大家以为 这个疫情已经解封了 可是大家来看数据 台湾在2023年1月31号 就是1月份 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是1055人 因为染疫而死亡的国人同胞是1055人 然后2月份从统计1到5号 又加了376人 加总起来每一天 就是2023年啦 我们开春到现在 每一天 因为新冠肺炎染疫死亡的人 高达76人 说好了与病毒共存 我们看看 张长泉就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死亡率很不OK 观众朋友 一天我们的国家有76人 平均一天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76人离开我们因为新冠肺炎 不OK啊 陈建仁要不要出来帮帮忙 来 维翰哥 好 这个临次间的话题 我们还要谈三次 好 树域静而风不止 监狱闪而钱不停 钱子不会提吗 我没有 好 钱子还要再继续提吗 没办法 第一个 好 没有 第一个台南树院 台大树院教育部是不是准博 还不知道啊 那下次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谈 第二个 组合管理局现在提告了以后 那到时候提告之后 对部公堂 总要有个是非对错 到时候判决出来的 再谈第二次 第三个 还有余正煌 余正煌的违反诸作权法的官司 所以这三件事情 只要判决一出来 我们就要再谈 树域静而风不止 监狱闪而钱不停吗 好 钱字不会停吗 我用几个成语 其中这个 这个其实是波基跟我讲的 志愿打脸 林志坚提树院 才打脸 他不提我们不知道 原来那个中华大学论会 给他评价那么低 智取其入 智找难堪 智毁前程 死竹不怕开水烫 以上所述的几点 对林志坚的学术跟政治来讲 判死刑 可是如果他没有要选 他没有当阁员 你死竹不怕开水烫 这个词就是说 你在政治上 他已经没有下一步 他没有这个企图的时候 再怎么骂他 慢慢会做切割 但他会久了以后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气 连民进党支持者都自己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 我有看他跑去 林志坚点书留言说 我帮你辩护 我现在觉得很难堪 我相信你了 那现在回头过来看的话 他那个写的是 蛮恳切的 他说 因为你不是不会写论文而已 你是明明知道 不是自己写的还硬拗 你是人品有问题 所以那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支持 还是反串 看起来蛮凯切的 对 他说我其实是曾经帮你辩护 可是现在觉得很丢脸 那所以林志坚 如果还要出来选 你说他怎么办呢 可是我看到这两天 有个民调 这个振振前要注意 新竹如果2024选立委 新竹市 第一名是柯文哲 35% 第二名19%是林志坚 真假 曾正前第三名18% 曾正前你还输他一% 你现在已经这样 你还输他一% 但是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很难 这个套路 如果他 林志坚如果代表新竹选立委 我真看不懂 因为全台湾民进党最怕 就是这个破口 因为我刚讲还有三个官司 好 那至于王宏威 他的不起诉 我前几年遇到他说 他完全 他连传票什么都没有被收到 直接不起诉 那当然不起诉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因为林志坚中央大选论 确实有问题 所以他的当时的这个 爆料也好 或是他提出来这个质疑也好 并没有任何诽谤的问题 那现在是这样 因为林志坚我刚讲了 他确实是这一次 民进党的一个很大的破口 防疫跟论文 但他现在也没有入阁 他也没有说要去 这个好 这是有政治的下一步的情况之下 说他的影响会慢慢变淡 那因为蔡英文总统 逐客管理局是在 12月30号的时候提民事 1月3号提刑事 都是离我们现在一个月以前 他没有告诉你 但是那个时间都在选举之后 所以选前没有动 选后既然都已经大败了 可是你看蔡英文总统 也离开党主席了 我是这样判断的 我刚前几次在讲 蔡总统什么时候出来 跟大家给个交代 他不会给交代的 不会给交代 我现在已经不是党主席了 我还交代个欧罗 对不对 你又跟他听啊 因为蔡总统说 他要开记者会嘛 他现在有人提问 他就讲说 这个就交给相关的程序 去处理就好 应该就是这种 这种不痛不痒的回答 他当时挺林志坚 是因为我是党主席 桃园市市长是六都之一 多么重要 所以我就凹下去 可是既然凹下去以后 全部都被吃脚子老虎咬走了 那我就认赔杀出 我就不谈了 别的不要讲 光是ECFA是不是糖衣毒液 他后来是不是就不讲了 反正他就翻页 他就不讲就好了 所以只要林志坚 没有从政的企图的话 这个话题会慢慢的淡出 所以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这么轻轻悄悄的翻过去了 但是重点是有一个人 不愿意让这件事情过去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就叫林志坚 还有另外一个人 总共两个陈明通 就是林志坚跟陈明通这两咖 就是要作死民进党 其实像伟汉哥讲的没有错嘛 2022年选完了 这件事情没有就没有了 那个法律的东西 也不要把他声势 声得那么高 私下弄一弄 甚至你说和解什么的 毕竟这个中华大学 也都撤销你的学位 结果没有耶 林志坚的律师 上次在开庭的时候 他还在干嘛 还在讲说 余政华你是不是男人 是男人 不要躲在律师后面 结果 你自己也是别人的律师 你的这个当事人 也是说 谢谢谢谢 不要拉到我的手了 也就讲这句话嘛 所以是非黑白 能够这样颠倒吗 这个谜音 现在在网路上还在传 这是来自什么 来自 其实有几个啦 第一个林志坚跟陈明通 这是第一层 这一层的人不放手 下面的人就不会放 下面的人是谁呢 这个民进党论文专家 汪达瑞 也是死不放手 其中一环嘛 他到现在都还在纠缠 在这件事情 他们甚至民进党 已经测意 已经像汪达瑞这种人 把矛头转向哪里 他说中华大学的错 我来跟大家讲 他为什么说中华大学的错 他说 你一个学校 让学生连论文都不会写 只能抄袭 你没有错吗 你中华大学 黑敢出来这个打人喊救人啊 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这些人 明朗的侧意太宠林志坚 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今天有人他说 绿粉崩溃嘛 你没有研究基础能力 曾经帮你辩护好丢脸 我告诉大家 现在会回过头来 承认自己当时 帮他辩护很丢脸的人 他还算是政治参与程度 没有这么高 我要告诉大家 那一群像汪达瑞这种 自始至终一开始就在帮林志坚辩护的 甚至像你看民进党他们直接说 最新市政公布林志坚论文为原创 当时上这一台车的很多人 都还希望这台车继续开啊 所以民进党当然有一些人 比如说像是蔡英文总统 比如像林志坚自己也涉入的人 希望说像他像伟翰哥的想法一样嘛 这件事就没有就好了嘛 新的一页翻过去了 可是他们车上还有人还一直暴冲 一直狂开 而且这些人在网路上面 还是相当知名的偏绿的网红 所以这些人给民众的观感是什么 是你还在继续迫害于正华 是你还死不认错 是整个绿营的侧翼 好像整个过程当中 就只看到你们不断说小智占清白 可是却无视于民意 以及这些大学 那这个就会造成说 让这件事情停不下来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绝对还没完 还没完 因为就我知道的情报 就还有很多是 每一次开庭的时候 都会再释放出的新资讯 为什么 林志坚的阵营不放手 于正华的阵营当然也不能放手嘛 毕竟他们是在法院里面 互相在占清白 那所有的东西 就会在法院上丢出来 所以每开一次庭 对于民进党就是一次伤害 而这是来自于林志坚 陈明通跟绿营侧翼 不愿放手造成的结果 所以有没有可能 一直延效到2023年年底 然后2024大选来了 变成一个因素 不稳定的因素 来 辉文兄 这个刚刚伟汉兄提到 这个组客管理局去提告 我的研判应该是这个 为了要自保 因为你那个提告 他还是有 法律上还是有那个期限 你不告的话 到时候出事情 相关人等是要 是要这个跑法院的 应该是在最后期限 不得不告 那其实前世 因为台大有一本 中小大学有一本 林志坚本来是双硕士 然后通通都被撤销 我就提出一个论点 让观众朋友 一句话就能听懂说 为什么这个案子是有鬼的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郑文燦 因为很多人力挺郑文燦 好像两个 他们都觉得郑文燦 好棒棒什么 那我请问你 郑文燦也是操人家的论文 郑文燦怎么没被告 我一句话就讲完了 如果郑文燦是操我 那我应该去告他 你为什么那么多论文去操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余正皇跟林志坚案子 前子我们从去年讨论到现在 我没有想到这案子 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就是原告跟被告 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论文抄袭 你看前子我们跟伟翰巧新 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 蓝绿政治人物的论文 我们看的例子还不够多吗 哪一个案子 像林志坚的论文 我们炒成这样子 以前路门被炒顶多被骂一骂 不然就辞职 不然就下台 不然就道歉 就解决了 哪有像现在已经炒的半年多 甚至前子你刚刚讲说 会不会炒到2024 当然会啊 特别是刚刚伟翰举的例子 就是跟这个辉翰兄弟的默契 我跟你讲 这个宜兰 宜兰有一席立委 宜兰的立委 现在是陈欧珀嘛 可是民进党里面呢 也是会跟乔新一样 党内也是有竞争的 现在新潮流的这个林冲贤说 我不选了 依捡给宜兰的管理管理 又说我不选了 他让给江冲渊去选 江冲渊是谁 是以前的宜兰市长 他的论文也有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刚刚伟翰兄举的例子 就是我心里 我本来预备好要讲的就是说 但林志坚你去选立委啊 你就去选新竹市的立委 因为你是新竹市的市长 所以你鼓励他 当然鼓励他 你也鼓励他 你就去算啊 我也很鼓励 对不对你就去选然后呢 站清白 对站清白 然后徐晓卿跟王红卉 马上就闭嘴 如果你当选的话 你就跟着徐晓卿跟王红卉 一起当选立委 以后你们到立法院再去厮杀吧 对不对 因为民进党这期立委 就是刚刚这个伟翰讲的 这个立委是 国民党的政政前 在撒咖都之下险胜了 所以政政前 他领先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小 那当然柯文哲是不太可能去选 柯文哲他选总统的人 他怎么可能去新竹市 去就一个立委 不太可能了 那我就说林志坚你就去选 其实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样 观众们你想想看 整个林志坚论案 民进党只有两个人可以脱身 一个叫做王世坚 一个叫做高嘉宇 他们两个有免死金牌 因为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是质疑的 那我请问你 譬如说像郑运鹏 郑运鹏是陪着林志坚开记者会 林志坚还没办法 换掉之前 运鹏兄好久不见 运鹏兄是全力相挺 梁文杰现在跑去当入委会副主任 运鹏兄说只要看过论文的 就知道这个论文没问题 对他有讲过 对不对 我记得 对对对 前置我是说民进党上下 除了间隔跟高嘉宇之外 每个人都被绑在一起 你现在说要下车 你说下车就下车吗 你说林志坚 那个人认错道歉 问题就解决了吗 不是啦 不是只有蔡总统 是整个都白周会 不是单纯的林志坚跟陈明通 或者蔡主席 是你民进党202 甚至我刚跟你预设说 202是林志坚 你就争取新竹的立委的定命 从哪边跌倒 就从哪边站起来 是 不过刚才这个 辉文兄有提到说 怎么这个 余正皇跟你之间 告来告去 其实他还没有这个例子 我们刚制作人跟我讲说 李梅珍 李梅珍 他涉嫌抄袭的那一个人 他有告他 补充这个 后来是和解 没有那么激烈 你补充这个有什么意义 后来是和解 有吵半年多吗 不过郑文灿的部分 有没有吵到半年多吗 当然因为和解了 那郑文灿的部分 是因为他抄大陆人 对这个我记得 因为他抄的都是大陆人 大陆人可能被抄的人不知道 或者是鼓励大陆人来告他吗 被中华民国的行政院副院长 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赶快来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他才是抄袭者 所以他才要告 他们当时为了要去护航林志杰 然后说是余正煌抄的 其他人好像比较没有还这样反过来 只说是另外一个人去抄他 对 因为我觉得重点应该是余正煌 他本来默默要吞下来 然后陈明通一直去骚扰人家 我觉得这个差别很大 就是说我是被抄的人 我是受损 这个我权力受损的人 可是我还被指称说 我听说有录音 录音什么时候拿出来 我听说有录音 什么录音 就是那个老师打给学生说 你也拜託的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录 可是余正煌有讲这个 对啊 我说录音拿出来 陈明通就死了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录音 有吗 有喔 不要 听说是有 先把脸遮起来 等下要上新闻 这样上新要不要用了吧 这样总不能用 去年就知道 去年的事情又不是几年 没关系啦 没关系 没有啊 什么 你们有人改了 你们现在是不同的副控 对不对 他在跟彭培讲话 不是跟我们讲 所以不是监狱进而钱不值 当然不是啊 老汪达瑞啊 是翁不停 是翁不停啊 老汪的翁啊 我刚讲的那超好笑的 他说中华大学让学生写不出论文 中华大学 不是每次都这样吗 不是每次都这样吗 我还以为我看错 刚还没有从头吗 你看他说林志堅是受害者 被中华大学学电坑了 怎么会有人这样讲 没有 我觉得讲说什么 林志堅是小虾米 然后余振皇是大金鱼 这个比较扯啊 一个做过市长的人 被说是小虾米 那你今天怎么没求讲 没办法 你要来啊 台柱是不是 你要来啊 你跟崇辉文 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咖 对不对 那你是把我们新潮流放在哪里 没有啊 草新就不用讲了 他已经是Beyond Beyond这些了 他已经是完全超越这些了 他是Beyond 好好论述好吗 好好论述 Beyond这些了 你中邪啊 Beyond这些 黑风泪 是不是 秀姐唱一下吧 我不太会 我也有看那个风吹半下 里面都要唱这些首 风吹半下 这是满芭乐也蛮好看的 你看完了没 看完了啊 你看完了啊 我看到一半而已 我看完了 一下都看完了 三十几集 一下就看完了 三十几集而已 以前像什么 如意占八十几集 我的 如意占八十七集 最后七集很好看 前面八十集 有一点闷 但所有作用力都在八十七 第八十六集 整个爆发 还有八十七集 如意占 蛤 如意占 对 如意占第八十六跟八十七 这两集最好看 许半下 许半下 申半下 哪有人叫这名字 半下是一帖药 昨天是台湾都会开幕吗 他们是在台北市 致辞 是的 其实我跟你讲 都在转的啦 你看陈建仁还跑去那个 罗绍和的安德烈实物银行 带蔡英文去 说这个很好 他们都在往中间靠 他不会再去讲 零事件的 就你再讲 你说那个 当然 你说他去桃园 那个是安德烈实物银行吗 他去安德烈实物银行 那个地方是吗 他不是去桃园 他去桃园 那个是桃园 桃园啊 是吗 我看一下 那是郑文燦弄的吧 对啊 郑文燦的啊 不是安德烈吧 那是罗绍和的吗 还是他后来又去安德烈 还是两间不一样的地方 对 到底是同一件事 还是不同一件事 因为他不太可能去 罗绍和的地方吧 因为我看到他是去 是那个是郑文燦弄的 实物银行 对啊 他不是称赞郑文燦 两天前 然后那个陈建仁有去啊 那张赛政不在啊 故意 他不是故意啊 就说他没有 他有行程 没有 那个他去的那个地方 加入安德烈市 他去那个地方 加入这个安德烈 安德烈是在新庄啊 他有加入这个活动 可能有策略联盟之类的 是安德烈协助办理的 他去桃园的那个 对 桃园的那个 但是他们现在都 对 蔡英文跟陈建仁 同时称赞安德烈的实物银行 你就知道啊 对吧 他就不要再讲林治坚了 而且我们有在讲林治坚 三立明是还在讲林治坚吗 对啊 三立明是很多人在讲我啊 所以 对嘛 所以你就知道 之前啊 台南还不知道 有那个什么住房子的事情 他根本没 根本没 没讲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桃园没有什么住房子什么 不是啦 如果也是谢谢他们 三立明是没有住房子 我也是谢谢他们 住什么房子 都没有 才是没有住房子 相信他们 就因为 他会比起了 看到 这么不平 有没有住房子 才是没有住房子 才会是有住房子 合体了 可是真的很奇怪 难道真的没有提稿机 没有提词机 没有pronto 你就不会说话吗 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我们把它做成三框 你看到蒋万安 你看到陈建仁 其实都还蛮有自信的 看着前面 拿着麦克风讲话 可是蔡总统就必须 这样头低着 然后看读稿机 这个眼神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 有点可怜 怎么会这样子呢 是害怕到这样子的地步吗 那我们来看看蔡总统 他是不是很怕失言 很怕被骂呢 他一直不断地喊团结 团结再团结 可是网友不买单 很多人说 其实会撕裂台湾的人 真的蔡总统 很多没有投给你的人 你是不是就不把他 当作自己的国民了呢 你看到呢 当你需要别人的时候 你喊团结 当你要争取这个权位的时候 你真是杀红了眼 蔡总统说的是 中央地方不同党派要合作 一起回应人民的需求 众志成城 看起来很像是宣传口号 可是不分党派 或者是说在 自己的国人中间 找敌人 必须讲民进党 你敢说你第二吗 没有人敢说第一 大家都说民进党好会选举 真的是手段进出 有些很脏的事 就由侧翼来做 可是政党政治 到台湾实施到现在 我们看到蛮多 让人伤心的事情 来看看 这个蒋万安跟蔡总统 看起来互动不错 蒋万安跟蔡总统 互动挥手都很好 可是有一个人 私人独憔悴 柯文哲 他才刚刚卸下了台北市市长的职务 他被边缘化了 他被放在舞台的最边边 来看一下 柯文哲在街啊 蒋万安在街啊 总统在街啊 好边缘啊 好冷啊 而且他旁边的人跟他还有一点点距离 这样子 那蒋万安就说 没有啊 这是中央排的啊 不是我呀 中央的交通不排的呀 那又有一些这个科粉啊 或者有一些网友就说 哎呀 这个是这个 小英总统在公报私仇 因为2018年 那个时候 在六岁的时候 蔡英文跟柯文哲的 这个在北门不是有一场会面吗 你看到蔡总统啊 一直不断的释放好意啊 堆满了笑容 可是柯文哲连看 都不看他一眼 哎 报仇的时间到了 政治人物的互动是这样子吗 那讲到政治人物的这个 这个手段啊 大撒币啊 这个过去几年 大家都听到 这个蔡政府非常会撒钱 好多特别预算啊 我们先看看观光业要振兴啊 因为过去三年啊 疫情期间真的 好多观光业的上游中游下游 大家不好过 所以陈建仁一上来 他就说我们要编特别条例 特别预算 要这个来照顾中小企业 中低收入户 还有 补助观光业 那听到的相关业者当然开心啊 可是必须说啊 如果用特别预算 特别条例啊 就可以规避一些相关的审查 就可以来作为大傻币买票 或者是乱花我们的公堂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帮忙看紧荷包 包括过去前瞻预算大家还记得吗 8800亿 防疫的时候没办法 因为疫情全世界的 我们都给你方便 在立法院的这些所谓国会议员 好像也都开方便之门 讲到国防就说啊 阿共在这边虎视眈眈 你们敢挡吗 好特别预算一直来 可是这些钱可以这样乱撒的吗 我们看到特别条例 印注300亿给老保台电确定拿500亿 像这样的公营机构的撒钱 或者是补助 看起来是没完没了的 巧新有这个讲了一个限制性招标的事情 等一下请巧新告诉我们 是不是给特定的媒体放言 是不是他因为有在帮政府说话呢 你就给他这么多的钱 49.3万 在政府的预算里很小很小 可是在媒体算大的 尤其你的效果 你看看观看次数 还有包括这个YT频道 放言的YT频道 你看订阅人多少 才几千人 我钱子的频道 我都没有在经营 我自己讲 我没有在经营两年 还有一万多人 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好棒棒 因为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是几十万 这个十几万请要的 你没有在经营嘛 我们真的必须跟这个 这个前辈Coco姐讲一下 没有在经营 那有没有可能 你只是拿来做一个工具 把影片放上去而已啊 你没有在经营嘛 好不好 这个包括过去 有好多好多的 所谓行销的这个案子 都给你 这样子我们必须 要帮忙看紧荷包啊 来 先请教委汉兄 你先看看 蔡总统是不是读稿机这件事情 会意识到他卸认 他都不会改 好 那个 我是不评论这个人了 可是 观看数634次 这是高的 我很惊讶 那这个还是 这个还要给他钱哦 96万 634次 那是高的 那我有观看破100万的 也没有特别拿到什么钱啊 那你可以拿1000万 我是觉得说 这显然效果不好啊 那为什么要 这个等一下 等一下听巧琴讲 因为巧琴是专家 这我觉得太扯了 好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 站在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因为已经输残残了 那如果 因为刚刚前子都已经讲 我从他讲的内容 都还延伸出来 那要怎么办呢 民进党已经输成这样了 第一个我们上一页讲说 那就慢慢的淡出零字间 飞到翻页嘛 反正你们还要讲 有些台就不讲啊 民讲制的看到媒体就没有谈 就没有零字间了 第二个 两岸关系啊 可是这次比较难的 因为两岸关系越紧张 过去民进党是越得力 可是这次还是不是 如果说两岸真的已经到了 这个兵容相见的 那个准备要打仗的时候 说不定民众就不投给民进党了 这很难抓 但我常常讲 如果也没有别步的话 或许再赌鱼吧 也有可能 那就麦卡锡来了 以后我们再来谈 第二个是什么 是蓝白矛盾 我在这边讲 我觉得柯文哲市长 不应该放在那里 那这是交通部 安排的座位 可是台北市的主场 台北市的幕僚 像我以前的同事旺哲 应该想办法 别让他离那么远 为什么很简单 柯文哲是前市长 这个灯会 不是一个月办起来的 大部分时间 是在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 规划的 第三个 柯文哲还是民众党党主席 你没有道理 让他放在那边 那放在那边 所以变新闻嘛 那柯文哲之者 是会生气 那就是假如安在冲康 所以蓝白矛盾 就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希望看到蓝白矛盾 蓝白要是团结 民进党就没有生机了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 我不是说故意 但是他有这个效果 是不是这两天 柯文哲之者就觉得说 好像蒋万人欺负人 那你解释半天 原来不是台北市政府 规划 是交通部 可是因为在主场 是不是也可以 不然蒋万人 把他拉过来 对 他把他拉过来 拉在我旁边 蒋万人就把他 拉在他跟郑文在旁边 至少没有靠近蔡总统 你说国安人员不愿意 我再讲一次 他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国庆大会也是坐在前面的 第三个就是什么 降低民众不满 降低民众不满 就是很多 可能以前民进党 讲这个比较激烈的话 这个最冲的 扫把院长不在了 那陈建言现在做什么 刚刚广告声音我在讲 他去称赞安德烈银行 实务银行 那是罗绍和 基本上就是比较偏蓝的 或是说中间选民 会觉得很温暖的 暖的要弄出来 第四个就是 转向讨好多数选民 括号中间选民 六千块就会有效果 而且如果一次六千不够 可能到了下半年度 再来一次 那这样的话 以上这四点 就会让民进党 他在2022年输了以后 再看到一线生计 我觉得民进党很会选举 以上我讲的这四点 他都会努力去做 来 曉星 曉星党很会选举 所以他也知道说 要透过政府的一些资源 跟预算 可能做一些绑装 那所以我会 对于这些预算的使用 其实我觉得 非常不能理解 我们先从最近的来看起好了 就是台电呢 他花了50万 现在又找了这个放言 做什么呢 叫做电力知识科普 我们就先不问说 这个周玉寇的公司 对于他的电力科普 有什么样的了解 可是我要讲 我们现在台电 是一个亏损的情况 亏损的多严重呢 是我们现在还税于民 这要发的那什么 六千块钱 其实其中有一半 另外一半的钱 是要拿去补贴的 那补贴台电多少 补贴台电五百亿 也就是说一个大规模亏损的国营事业 要用现在超真的税收去补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有这个50万 可以几乎是每年 然后去给一家特定的媒体 用限制性招标的方式 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能接受的 好 那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你要去做电力科普的宣传 我觉得合理 如果这一家媒体 不管他是大媒体 小媒体如果他的推销成效很好 比如有一些网红 他的自己本身 他的可能YouTube 就好几十万人订阅 你说花50万给他去帮你宣传 有效益 有效益的事情 我们就支持 所以我们就来检视 过去他的效益成效是如何 我们拿最近一个 船员游艇灯塔政策行销案 他呢 交通部给了96万嘛 我相信不只有YouTube影片 还有其他的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保证点阅率都非常低 因为我先前就查过 内政部给这个放言的标案 他给了一些钱 然后呢 他的重点就在 他放在脸书上面 有业配的文章 那脸书上面 按赞有几个按赞 七个 其中一个是周遇口 这样也可以领走钱 那接下来后面 竟然还有其他的 这个中央单位 愿意跟进 再发标案给他 就是接下来的标案 就是这个船员游艇的 我就想想看 那时候他拿到标案的时候 我们还讨论过这个标案 你看又拿到了 那没有人去追踪 后来的成效是什么 只有我去查 然后我就查呢 发了三个影片 最低106次观看 最高630次观看 所以我们是截取 最高的这一次 对 634次 630是最高的那个 那整体他们这个预算 花了96万 在这个媒体上面 那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一家 很明显成效很差的公司 他可以不断的 透过限制性招标的方式 拿到中央政府部门的标案 所以昨天是元宵节嘛 我就给大家猜一个灯名 叫做国营事业给放言标案 猜三个字 叫做封扣费 意思就是说 你似乎用这种方式 给了特定的媒体人的公司以后 他们就会力挺你 在你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呢 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开始 帮你攻击政敌 这是不是一种 侧翼形成的过程呢 是不是也是民进党政府 在选举过程当中 透过公家资源 去操控特定媒体的方式呢 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但更重要的是 公坛不应该被这样乱用 你不要说五十万不多 九十六万不多 每一分钱 五月快要到了 都是人民的纳税层 都应该要紧盯 这个大家的荷包 没有错 来 灰维修 那天这个灯会 就是柯文哲 是因为蒋万有邀请他 所以柯文哲有去参加 这当然是一个 基本的风度 我说钱子 你刚刚给我们看那个三框 柯文哲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连致辞的机会都没有 你知道这个政坛的冷暖 那因为巧新他现在还是台北市议员 所以这个也当然是要问他说 为什么砸了二十亿 然后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不是叫做台北大秘宝 新竹棒球场是十二亿 这个北投的这个园区是二十亿 二十亿 如果十二亿是大秘宝 那二十亿是什么 大大秘宝 那钱是怎么花的 二十亿 二十亿换到什么 所以只要谁主张蓝白合作 我都会拿这个来问他说 那柯文哲的 就是钱子我的标准是说 要挖大秘宝 大家通通来挖 管你什么蓝的绿的通通来挖 那我讲一下这个陆克 这个当然是赖主席 也是赖副总统 就说要春暖花开 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民进党最叉叉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希望今年的观光客 能够达到六百万人次 其实我们之前是破千万 然后这六百万人次 我们的交通部长说 希望有一百万是陆克 一百万 六百万里面希望一百万是陆克 那你知道绿美 绿美很而已 就是说他不讲都叫中克 叫中国观光客 他连路他都不讲 要叫中克 那去玩这些意识形态也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看这是我们最近这几年 陆克访台的人数的变化 那这个就是那种断崖式的下跌率 当然因为跟疫情 还有两岸的氛围有关 你看陆克访台这个数字 从马总统上台的时候 那时候跟阿扁总统交集是三十二万 到了马总统2015年到四百一十八万 这是有史以来目前最多的 这四百一十八是最多的 结果因为疫情关系剩几万 剩一万到2020剩一万 其实因为我们这样讲 我动一张嘴讲很简单 如果你是相关的产业链的人 你看怎么办 你看我们有多少人是贷款去买游览车 整个观光业一条龙的上中下游 你只要跟这个有卡到的 你不倒不可能 你看我们花莲的所有的 那个花莲的观光艺品店什么的 饭店什么民宿 都关门了 不关门才怪啊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这个赖副总统 这个赖主席 你希望春暖花开 前置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那我请问你小三通开了没 小三通开了没 没有啊 不是说叫你航点增加吗 我们还要再考虑 你在考虑什么 我们航点也没增加 那你陆克自由行当大陆那边 他们也有限制什么的 前置我请问你 在你所有的条件 我们主动被动情况下 我们都没有看见 你今年怎么会有一百万的陆克会来 前置我的结论 我也想请问大陆的同胞 你们要这个时候来吗 你们在民进党执政这个时候来吗 他骂你抗中保台 然后什么什么气球 我们就不谈了 然后什么裴洛西 飞弹这个军演什么的 然后你要在两岸氛围的这个情况下 当然大陆的疫情 你要这个节骨眼来台湾旅游吗 我劝大陆的同胞 明年再看看 明年2024 如果国民党 徐晓晶他们能够把政权抢回来 我再欢迎你们来 如果明年是赖清德 或是陈建仁当选的话 你们还是 再看看 看签字的大白话就好了 再看看 还是不要来 好2023年完 我才说今年会有 希望有一百万名 从中国大陆来的观光客 可是这个怎么估出来的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喊出来说希望有一百万 不是 来自中国大陆 我们自己喊 对啊 可是大陆他20192020 那个新冠疫情上以后 他停止对台出团 自由行是一种 大陆出团是要 那没有团呢 他现在希望自由行 自由行的人不会比团多 团比较多 可是因为中国大陆基数大 他希望就这样子 拒沙尘堂 自由行就是看他爽不爽 看台湾 我觉得团体课要开放很难 目前很难 除了廖小花之外 应该都不想来台湾 他是算学生 不太一样 廖小花长得好像马维中 他长得好可爱 而且我也很喜欢他 我要约访他 真的吗 你有访访他 你要什么时候访他 不是因为我每次要找 他跟他男朋友到底分手没 人家云林的好不好 我知道 就是有看他那一集哭 我还跟他一起哭 哭完没有分手 没有分手吗 我想看他男朋友长什么样子 不是因为我要约他 我想要把我的讯息 留在他的那个YT下面 可是我留了我的电话 怎么就出去了 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 不知道怎么找他 请说 你去师大找他 去门口等是不是 对啊 没有你透过学校找他 那我要带告白气球吗 不是啊 可以啊 你透过学校找他 那很简单好不好 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你说你家什么 对不起 亲爱的 中间赖清德的下面 南投人口流失3.4万 加起来吗 高雄跟屏东加起来是5万人 是不是 他说南投人口流失3.4万 是什么是几年啊 是几年 对我知道 就是这过去这四年啊 一样疫情啊 过去四年 台北市少了二十几万啊 然后国民党 各地都有 OK 除几对 国民党就是说高平 是过去八年吗 两边是八年 然后南投是四年 加起来五万 那流失的人口都跑去哪里了 对 betting hhhh gleich 对 赖清德真的定于一尊了吗 我们现在讲的是2024 有一些迹象显示 我们的蔡总统可能还没有放弃 跟赖清德可能卡赖这件事情 正当大家都说他不卡赖 可是搞不好他还在卡 为什么 因为曾文灿看起来动作蛮多的舞台也很大 我们来细数一下 他才刚刚担任副格魁 他就全台湾跑透透 他跑去桃园 这个是邓文灿的主场 我们看到蔡总统不断的来称赞邓文灿主政时期 多么的棒多么的优秀 甚至坐到蔡总统身边来说明 陈建仁某种程度被晾在一边 而另外你也可以看到邓文灿跑去台中 卢市长展开双臂 欢迎他两个人还戴上兔兔耳朵 好可爱 那这个卢秀燕也大赞邓文灿 有三个二话不说 所以看起来蓝绿都蛮欢迎他的呀 尤其是2月2号行政院会结束这一幕啊 很多人都说蔡英 这个郑文灿啊 真的是这个身段非常的柔软啊 他把张善政拉到自己身边 不要被挡住 而且呢 可以看到小跑步跑到侯友宜身边 两个人还摇耳朵 郑文灿他的这个政治的上面的这个身段柔软 而且看起来好像大家对他的批评都没有那么那么的尖锐哦 人员好哦 会做事是这样吗哦 所以是不是哦 现在这个阴谋论来了 蔡英文总统故意要把这个郑文灿好的这面 来这个大放送哦 让国人看 然后在适当时间再把赖清德给换下来 是这样子吗 现在已经掌握党机器的这个这个赖清德 恐怕没有这么好换的哦 不像过去2019年这样子被做掉了 我们看到的过去依赖论哦 或者是说美国是不是对赖清德不是那么信任这件事情呢 民进党的党机器 民进党中央的发言人出来洗地 民进党中央的谢佩芬哦 呃来说事实胜于雄辩呢 哪有什么依赖论 美国对赖清德的态度非常清楚 包括AIT发过声明 而且他提出了一桩往事 这是2021年的时候 呃我们的副总统呃代替总统到洪都拉斯的友邦 去参加当地总统的就职大典哦 他用这件事情来说服大家说 贺锦令美国的副总统 当时还主动向赖清德致议啊 所以他认为美国没有在怀疑赖清德 可是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 当时的画面哦 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画面 还有影片流出来哦 呃那个时候看到网路上 来看到了哦 呃贺锦令在这个地方 用红圈圈起来的地方 那赖清德副总统 他是用有一点点小碎步 有人说林波围步的方式呃接近贺锦令哦 然后在旁边哦有一点点有人说是陪笑啦哦 两个人有没有say hi有没有交谈 其实看不太出来哦就是可能有点点自我介绍 这不是矮话国格这是看图说话哦这是现场的一片影片流出来哦 所以如果硬是要讲说贺锦令主动来跟赖清德副总统打招呼 那事实上看起来不太像哦 不太像哦必须讲我们是小国嘛 我们过去跟这个呃贺锦令打招呼say hi 自我介绍我觉得ok的 可是不要把这个现场的事实啊 做一点好像我觉得是一点扭转啦哦 这个可能就不太好了哦 我们再来看看赖清德曾经批评哦 最近他批评的南投的人口过去八年 在国民党的主政下流失了3.4万 国民党今天反击了 他说你怎么不去看看高雄跟屏东 高雄跟屏东在你们绿色执政下哦 两个都市加起来流失了5万人口 那你怎么不讲呢 你只会说我 那蓝营的2024很多支持者都在关心 到底是谁要出现 最近郭台铭有动作了哦 正当黄伟翰说郭台铭的脸书都不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哦 我们看到了先是他的太太曾新颖 在IG上面 在曝光他们美国豪宅的照片啊 他们一起游泳在无边际有池游泳啊 那个时间点这个出来 照片出来之后 像包括谢欣妮或是一些绿营的朋友就解释说 你看郭董没要算啊 郭董现在在度假嘛 如果政治人物要选的话 一定会做什么样的操作 就是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 吃树米小吃 吃蚵仔煎走爱心路线 怎么会把自己奢华的那一面曝光呢 可是这话才刚刚说完 我们就看到郭董在自己的脸书又发了一篇贴文 他说我虽然人在美国 心系台湾 我在美国讨论的是国际震惊局势啊 而且他曝光的这一张照片 金玉满堂 好事花生 平安纳福 眼尖人就看出来了 藏头师 金平好 金平好 好金平 王金平的角色被点出来了吗 我们看到呢 朱立伦到底 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要什么时候做提名作业 他一直在说 3月4号之后才会开始 大选布局大家不要急 3月4号南投的立委补选 完了之后才会开始 那过去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林涛曾经在这个 中二补选败选之后 说的这一番话 他说朱立伦承接过去的任务到此为止啊 从明天开始 我们党才会全力以赴 感觉在切割 所以很多人非常的担心 朱主席如果没有把无私无我的精神拿出来的话 那又会重到20192020那个时候的提名的一个错误 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也有人在台教朱立伦哦 台教朱立伦出战2024选总统 云尼县的议长就说啊 你不要看侯友宜现在的声量高 那都是灌出来的 其实南部没有侯友宜的票 而朱立伦在嘉义市的新春团拜 还透露说AIT的孙小雅最喜欢的首长是嘉义市的黄敏惠 就有很多人哭售他 或者是在酸他说 你其实就是AIT的宪明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朱立伦 侯友宜 郭台铭有三组人在竞争吗 我们先问问看伟翰 伟翰你怎么看 好 心想结论时间不多 我觉得2024总统候选就是三组 侯友宜 赖清德跟柯文哲 但是呢 以及其中包含了一些变数 我觉得最后会是这样 可是他有一些波折嘛 郭台铭到底选不选 他有意思要选啊 可在最后他能走到那个成为总统候选人那一步吗 他的这个财力没有问题 他人气现在因为BNT的关系 他要联署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没有提名他 是提名侯友的状况之下 他跟王金平搭档也可以啊 两个人关系好得很 而且以审计来讲的话 正好一个是本省 一个是外省 好 那一个是本土熟视 这个政治的运作 那一个呢就是我是霸气的总裁 我觉得谢欣宁讲的那个只是其中一个方式啦 用庶民小吃爱心路线 又不是每个人这样 川普他在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有装穷吗 所以不一定的 好 不需要是这样 因为你今天郭台铭装穷也没有人会相信 只是我觉得国民党最后要提名他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有口友仪在 那赖清德的部分 因为这两天潘梦安的新出发表会赖清德 那个郑文燦去 那记者再问一次以后 他就讲说我们不用管我们是什么位置 这个说法变得比较暧昧 这让我让我有一点点惊讶 因为早在赖清德要选党主席的时候 郑文燦就已经公开讲 我不选党主席支持他选党主席 而且2024名将只会有一组总统候选人 就是赖清德 那记者再问你第二次 你会不会叫潘梦安支持你 选美国总统就讲说 我应该都已经说我支持赖清德 就好啦 没有他想说至于要做什么位置 下一步不用那么重要 这是其二 其三是朱立伦 朱立伦主席当然他的回答就是暧昧不明 他跟侯友宜都看不出来 他们下一步是什么 可是当云林的地方的这个就是议长 议长 他已经公开讲说不要侯友宜 我要朱立伦的时候 一个议长这样讲 你也没有 就像我刚刚讲 赖文燦也没有阻止记者的这个遐想 所以你是要选吗 以后再说这下一步不重要 你以前讲过你要挺赖清德的 现在要说回去 是蔡英文教你说吧 所以就引来很多的排列组合 朱立伦跟郭台铭 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排除 可是即使他们有意思 我刚刚已经讲结论 我觉得2024就是侯友宜赖清德 跟柯文哲三组总统候选 小心 其实我也觉得说看法是跟韦翰哥还蛮像的 就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波折 跟各式各样的讨论 因为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但是最后我看也是一样 而且我不觉得 国民党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会用初选的制度 我觉得征召的几率是蛮大的 那当然这个朱立伦 他会不会有角色呢 我觉得也大家都在观察 不过也不用怀疑 就是说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 那我认识他这么久了 包括他谈到什么孙小雅的看法 或是一些国际事务的看法 那是他真的本身对于国际事务这一块 他的参与度是比较高 比较有兴趣的 包括他在当主席之前 那他其实都花了蛮多心力 然后包括我也好几次都到他的办公室 去跟一些国际的友人做视讯的会议 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 还见到蛮多大咖的 我印象中包括那个Allison教授 似乎都有曾经跟他在线上 透过英文去做对谈 所以我想他对于这种两岸关系 或是国际事务作为一个党主席 他还是要有他的表态 那不见得等同于说他就会去参选 那即便是参选的话 我觉得跟对方去做搭配的机会 可能也比他选政的来高 那我也不觉得说像先前大家会 怀疑说他为了想要选总统 所以可能会把党内搞得一团乱 我觉得经过2020年之后 朱立伦他也想得非常清楚 他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所以他也不希望2020年的情况 在他当主席的任内这样子上演 所以你觉得朱立伦有可能 单愿复首 你刚才讲护台出 因为在这种很多的组合里面 确实他就是其中一个组合的声音 比方说像也有人会传说 郭台铭是不是要选 那就有一些人在讲说 那是不是郭台铭可以搭配朱立伦一起选 这个声音确实是有的 然后确实有人在拱 可是有拱不代表真的 最后会成为事实 所以我只能说它是其中一种组合 那我所了解的情况是 再讲一次郭猴只会出一组人 不会有两组人都出来的情况 那我刚刚讲的是 其中一个组合里面的系列 如果郭选猴就不会选 猴选郭就不会选 好 来 这个 这有没有违反选爸爸的原载 这个是议长的个人意见 他说侯仪的声量是灌出来的 这议长我是不认识的 我请问你 徐巧新的声量也是灌出来的吗 那为什么侯仪的声量是灌出来的 他说侯仪在南部没有票 我跟你讲朱立伦全国都没有票 不然朱立伦民调为什么那么低 为什么侯仪是嘉义人 侯仪南部还没有票 你也好了 那我问你国民党谁南部有票 谢龙介有票吗 你说这是什么 你就说你支持朱立伦就好 你可以支持朱立伦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要这样去采侯仪 你这样讲说人家什么声量是灌出来的 那这样的话那如果我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我在许小新的选区 我是不是要去支持另外一个人 那你这样国民党自己就乱掉了 没有必要 你可以支持谁 但是不要去骂人家 那朱立伦我刚刚讲说 他全国民党 他还是有他的支持者 我也不否定说朱立伦在领导国民党打这202 他也有他的功劳跟苦劳 但是这个 这个我再跟你讲一遍 卡赖的是卡成建仁 今天阿扁总统都呼应我的讲法了 他不是为了郑文燦 是为了陈建仁 我给大家看这个山椰西 这个陈建仁跑去收割 陈建仁跑去剪彩 陈建仁收割 他肯定黄伟哲 你也好 山椰西是赖清德去用的 赖清德那时候夸口 三十年淹水 我三年解决 结果呢 这个是二零一九年 台南的人德 你看淹水淹成这样子 那时候已经是黄伟哲当市长了 淹成这样 所以黄伟哲就酸他说 黄伟哲酸 赖清德说他讲太快 后任市长去讲 前任市长他讲太快 赖清德夸口说是二零一四 关键没有 今天是几年 二零二三年 赖清德二零二四 跟你跟你话胡烂 你觉得赖清德 有你想的那么好吗 他没有那么好 好谢谢 谢谢三位 拜拜 好有 三什么 刚刚说说你欠一张三 三 听不懂 有啊我有啊 只是你不是有改 你有改这个给我 你有改过 有处理啊 好那没有 我没有说 一定的啊 你为什么会在副控 诶杨佑铃老师 嗯 你又变瘦了 怎么会这样啊 他很多个monitor啊 对啊 真的吗 他们不爱舞蹈啊 你在三楼啊 对啊 我在三楼 啊 我们今天 对啊 副控在三楼 对啊 换了啦 好笑哦 怎么那么红色 那么细细 对啊 加油加油 谢谢啊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拜拜 加油 雅文明老师加油 好 Mako Test Mako Test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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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吗 谢谢 刚刚看到浅子的水壶 好漂亮 谢谢 来浅子的水壶很漂亮 這兩千只的水壺很漂亮 什麼東西漂亮 Bling Bling 杯子 杯子 對 杯子 什麼東西都Bling Bling 123 123 這個杯子 這就是我在市買的耶 就是一個很便宜的網站 自己家買的就這樣子 買來就這樣子 買來就這樣 買來就這樣 這樣好 買來就有這個Bling Bling加持 所以待會給我Super 你會給我Super 對不對 好 謝謝 所以楊老師現在已經要開始很忙了 對不對辛苦了 不是要開始 他已經有一陣子 加油加油 過去這個週末已經是八場還是七場 問題是你們國民黨到底有沒有出選 應該會有吧 我希望不會 但是應該會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觀眾朋友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掃描下載就可以 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聞 和我們一起發揮更多監督的力量 20秒之後 新聞大白話 我們準時會來 謝謝 觀眾朋友歡迎您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我是錢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焉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前哲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夏寒斌 主持人好大家好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 現在台灣我們的疫情 終於看起來告一個段落了 那現在要準備迎接國際課了嗎 這是昨天 蔡總統在元宵節台灣燈會上面做的宣示 我們覺得很好 因為有很多服務業 現在偶偶逮捕啊 蔡總統的說法是 我們準備好了 可是要怎麼來歡迎國際課呢 嘴巴講一講嗎 陳縣仁我們的新任行政院院長 特別加碼說 有編列所謂的特別條例與特別預算 會撒一些錢 然後交由交通部特別推動觀光產業 於是呢 一些人開心 一些人擔心啊 我們媒體做的是監督的工作 錢要怎麼花 所謂特別預算 就是特別編列出來的嘛 網友也在說 你特別預算花上癮了 你會不會逃避監督呢 你會不會有大撒幣 你會不會又來 包括只給自己人呢 我們先來看看所謂的 這個元宵節的台灣燈會好了 昨天元宵節點燈了 觀眾朋友有沒有去看看呢 我個人覺得在台北的這個燈會是蠻美的 可是有幾處主燈 或有幾處的燈被人檢舉了 甚至有一些雜音 或者有一些人說 這個東西是認知作戰 怎麼搞的 花燈跟認知作戰畫上等號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上海花燈啊 這個是在台北街頭 可是大家看到上面寫的是 農好 花燈 上海你好 像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字眼 就有人說 為什麼中共來這邊做宣傳 可是他都沒有歸根就底 沒有去找的前因後果 過去台北跟上海是姐妹市 其實現在也是姐妹市 有所謂的雙城論壇嘛 像這樣子的燈是中央交通部設置的 那你怎麼會說 這個台北市議員跟這個一些媒體說 這個東西是認知作戰呢 還說蔣萬安會親自看 這個是配合對岸呢 我要說的是啊 像這樣的意識形態 真的是無所不在 像是街頭有這樣的燈 就有網友來嘲諷說 你跟這個高鴻安 在中秋節的嫦娥奔月很像 就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啊 意識形態這件事情 抗中這件事情我們看到了 在各個角落還是在散步 還是這個民進黨要打選戰的主軸嗎 講到要歡迎對岸的觀光客 或者是國際觀光客來台 那交通當然是 你總不能叫他游泳來吧 小三通 現在還排幾台商 過去我們看到陸委會有講說 小三通可能會正常化 可是呢 陳玉珍等人 在不斷地呼籲的狀況下 我們看到陸委會的最新宣布是什麼 2月7號常態化 不要被常態化給騙了 因為台商也不行 陸沛你住在台灣的也不行 只有你住在金門 這個相關的這個離島 才能夠利用這個小三通來往返 所以陳玉珍很不開心啊 他說你違德不足沒有誠意啊 我們看到的包括陳玉珍不是去跟對岸溝通了嗎 金酒已經可以銷售了嗎 那個限制拿掉了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網路上 或者是一些媒體呢 故意PO出這樣子的影片說 共軍元宵前夕的統戰照片 乾杯的是金門高粱 如果這樣子每一件事情都跟對岸 或者認知作戰有關 我覺得台灣恐怕所有的中文字 也都不要用了 因為全部都是統戰嘛 全部都是統戰 所以我們講到抗中 可能你不能失去人性 台灣本來就應該可以納入這個百川 各種意見應該都可以表達吧 我們看到的是 昨天晚上星雲大師圓集了 那各個這個產業 各個這個藍綠的政治人物 其實都有哀悼 只是說過去我們看到了佛光山的開山宗師 星雲大師他曾經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也希望能夠捐疫苗 可是也被打卡關了 而且他被冠上了一些這個標籤 你看到網路上有一些側意就說 那個佛光買的打出問題免費幫你超度 酸度破表 那甚至他過去在世的時候 也被冠上政治和尚這樣子的頭銜 那你可以看到 星雲大師的回應非常有智慧 他說我關心 可是我沒有干預 像是陳寅也講過這樣的話 綠營的一些這個朋友們 或者是一些側意啊 也常常把這個佛光山的星雲法師 跟對岸的領導人何寅握手的照片 拿出來大書的書來做文章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跟中國大陸有稍稍有關係的呢 可能都會被窮追猛打 而在撒幣方面呢 抗中這件事情 就可以為所欲為的增加預算 或者是特別預算嗎 我們看到的國造潛艦 在下水之前 現在傳出來 這是聯合報的報道 還要再編三千億元的特別預算 三千億元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看到這一篇這個聯合報的報道 他也訪問了退役上校 他說蔡政府在卸任之前 刻意要掠奪資源 他認為相關計劃的後續 究竟能不能夠執行 都不知道 可是你編了不用負責 這是提款機嗎 有沒有被監督呢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言 也要訪問中國了 很詭訣 美中台的情勢前所未有 而台灣各個地方暗潮洶湧 我們先來問問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包括我們要迎接國際的觀光客 甚至交通部說 其中一百萬名 希望在今年迎接大陸的旅客 可是小三通也被卡關 所謂的通航 空中的通航 現在看起來暫時還沒有下文 這是兩件事 小三通是方便 我們在大陸的台商 還有台幹 還有學生 回來台灣 因為大部分是從台灣去的 並不是從金門馬祖去的 所以為什麼會被人家批 違得不足 因為事實上 很多人居然在大陸 可是他事實上還在繳台灣的稅 所以如果不是疫情的邏輯 你有什麼理由不讓人家 透過小三通回來台灣 所以這個政策本身邏輯上有問題 事實上很多人是透過小三通 然後從金門費回來台灣 因為便宜 對嘛 對嘛 所以我說你有什麼邏輯這樣做 那你要給一個解釋吧 對不對 這個秋代山或梁文傑 你要給個解釋吧 說為什麼不可以 現在有疫情考慮嗎 他目前的說法就是疫情 他說這個島太小 沒有辦法讓這個疫情萬一受衝擊太劇烈 他們現在至少 你說台灣太小 不是這個金門 金門啊 對 你說會有太多人入金金門 因為你借過嘛 你借過回到台灣本島 所以他是擔心金門的疫情會承受不住 是 他說他們的醫療能量會爆炸 那這個可以拿出來讓那個 這個工位專家來評斷 因為我實在難以想像 就是說到底會有多少人啊 你評估嘛 你告訴我們會有多少人 你可以限量啊 就是你如果是為了疾病管制的邏輯 那你可以限量嘛 你認為人數超過多少 風險就會難以承受嘛 對不對 那另外那個路克 我坦白說啦 我們兩岸旅遊已經停止了將近三年 我們既有的設施還可以立刻恢復嗎 而且會有團克嗎 那如果是認為要振興台灣的旅遊 應該是以自由行為主吧 那我不知道交通部有沒有什麼準備 我覺得好像王國才給我的感覺只是 他就隨便講個數字 喊出來 因為2019年的最後一次的統計 是271萬 那時候陸克來台灣 那裡面有很多是自由行 那你現在兩岸這種氛圍會有自由行嗎 我真的要打個問號啦 事實上坦白說他說600萬嘛 那100萬是陸克 那其他500萬是其他國家嘛 事實上 其實這兩個數字我都相當懷疑啦 你說國際來的500萬也很難達標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因為坦白說台灣經過這兩三年的經濟 我們現在坦白說很多物價都偏貴 當然日本在貶值嘛 所以很多人會用同樣的 旅遊的價格去做比較 所以你有比日本好嗎 價格啦 我們講CP值啦 對 坦白講你就是旅遊的競爭指數嘛 那還有東南亞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東南亞跟日本的吸引力 恐怕會超過台灣 這個恐怕交通部 觀光局啦自己要心裡有數啦 對 是 來請教姚明老師 我覺得我們 蔡政府啊 尤其是觀光局 交通部 真的是不夠努力不夠用心 你要知道2019年在疫情之前 全台灣那個時候 來的國際觀光客加起來 1200萬人 這裡面有270萬是大陸來的 那個時候團客已經很少了 嗯 那現在疫情恢復之後 他只設定原來的目標 國際觀光客希望只有600人 坎半的對不對 那你大陸觀光客 你是不是也至少設定個150萬 結果他再打折扣100萬 可是好像感覺我們大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目標定的太高了 為什麼 大家現在對於兩岸的情勢不看好嘛 特別是蔡英文 不管是這個政府 陸委會 還是說綠營的政治人物 對於這個抗中保台 還是他心中的主軸嗎 我要問你 你抗中保台 你是對抗軍事攻擊攻台 我了解 你要抗兩岸的經濟貿易 那事實上去年2022年 應該已經突破 我們的大概所有對外 50%是跟中國大陸跟香港 在2021年的時候是43% 這是我們財政部的資訊 你要抗兩岸的觀光交流物流嗎 對不對 那你不只是抗中保台 我的感覺他現在是 還反中保台 仇中保台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你把那個就是兩岸之間 在這個軍事上 或者兩岸之間 特別你民進黨之後 執政之後帶來的這些問題 把它無限的擴大 而完全無視於現在實際上 兩岸的貿易 觀光物流 人員之間的往來 小三通只不過就表現出 你自己的這種儀館潰豹 自己把自己鴕鳥塞的洞裡面 絕對說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我其實是非常支持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妍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是 見宋濤 為什麼 這就是反對黨的跟對岸的 就是說主要負責對台事務的 這一個互動 這表示說有一個溝通管道 這個連美國跟中國現在都 你看這個氣球影響到 雙方布林肯不能去 大家覺得這個溝通管道怎麼辦 雙方都在緊張 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全世界都希望維持一個 至少的一定的穩定 兩岸之間被全世界都認為 是下一個烏克蘭戰場 你難道不要一點溝通的管道嗎 不只是軍事安全的溝通管道 以貿易的觀光的交流的 如果你希望定100萬的觀光 陸客觀光客 你怎麼達成呢 對方提出了16個直航的點 到現在還沒有看到陸委會的回應 他說我收到了 16個怎麼夠 我們2019年是多少個 如果把包機都算進去的話 這16個大部分 都是包機的這個場所 對不對 所以 蔡政府必須要展現出 你面對人民真正的需求 真正的需要 現在台商都回來 兩岸的貿易觀光 你自己設定的目標 那你的溝通管道在哪裡 你是不是持續還是這樣子的一個 抗中仇中反中 然後呢 你把軍事的對抗 把它無限上綱 擴大成為貿易 觀光物流 那大家兩岸不要來了 不要往來了嘛 是 就準備戰爭了嘛 是不是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子的心態跟做法 我覺得人民都會看穿的 你就下台吧 是 沒有錯 真的 來 兵哥 其實喔 不要告訴我說 是因為要保護金馬這些離島 怕他們疫情承受不住 醫療量能不足 所以才不讓這個台商回來 其實很明顯嘛 大家記不記得 當初疫情剛發生的時候 金馬那邊說要設置砸口 要去快篩 對 政府是不準的耶 說台灣過去的他們擔心 對 然後他說不可以 所以他有在在乎離島居民的醫療量能 他根本就沒在在乎 他在乎的只是政治操作而已嘛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在乎的話 你怕說會影響到當地的居民 很簡單啊 你讓他小山東過來之後 你就有一個管道 你只能夠從這個地方走 你不能夠接觸當地 讓他直接回到台灣來不就結了嗎 你可以設定的嘛 那更好笑的就是 你現在已經打算要開放觀光了 你等於是要讓外國旅客都來 那請問一下 你為了保護離島 是怎樣 外國旅客只能到台灣奔島 離島都不准去嗎 對齁 所以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保護哪一點的 他根本就沒在保護嘛 還在保護他的選票啦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這是非常荒唐的 那至於說他們現在 在那邊講說 有一些徹底講說 星雲是政治合得上 星雲怎麼樣 他們要這樣攻擊是不是 太好了繼續攻擊 你就攻擊好了 你們嫌票多是不是 用力攻擊吧 我看到佛光山的這些信徒 會被抓狂 這很簡單 一個人都過世了 我們不要說是中國人 台灣人通常對過世的人 我們也不會獨家批評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他 那他是一個宗教家 他在台灣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全世界的華人圈 不只是華人 我看到他在美國的佛光山 也蠻多外國人去殘拜的 所以你們選舉的時候 搞磁技不夠 現在再來搞星雲 很好啊 你們就繼續搞啊 我看你們到最後 會不會把所有的宗教票 全部得罪光 但是潛艦這個事情 我要特別講一下 你又要編三千億 再來說合理嘛 我前面手艦造完 我接下來後續艦 我當然要編預算 可是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手艦特別重要 因為手艦造出來之後 我們要去debug 你裡頭可能很多問題 我們要慢慢去解決啊 要看他是不是符合 我們的戰術需求啊 他很多相關的 是不是有到位 所以通常 手艦成軍之後 要經過一段非常長的試驗期 去測試他到底 符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等符合需求之後 然後甚至 他有一些地方不符合需求 後續艦要做更改 那更改的時候 再要怎麼更改 你要去重新設計 那個時候才編列預算 才有道理 你現在連手艦 到底能不能動都不知道 你就要編列預算 那不是很荒唐嗎 就表示你硬要幹 你管他能不能弄好 我就先把預算編了 這像話嗎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西班牙的S-80A潛艦 你知道他從開始規劃 到設計 到開始製造 然後一直到他成軍下水 你知道多久嗎 從1988年 然後一路到2021 這麼久 所以西班牙的造船經驗 比台灣豐富多了 而且他還有法國在幫他 人家要搞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這樣的一個 極如星火趕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國造潛艦 請問一下 你認為他都不會有任何問題嗎 你認為他都不會有任何缺陷 需要改正嗎 所以這根本是亂來一通 難怪很多軍方人 是看了都會在罵 是我們這個錢要好好的用 那當然國際局勢我們更要好好的關心 一顆氣球怎麼搞的 引發了美國的裂痕更加深 甚至有人形容回到了冷戰的時期 我們來看看這一顆氣球 中國大陸說 我這個就是民間的一個氣象觀測的氣球 可是美國的指控是偵查氣球 甚至是間諜氣球 華盛頓郵報請來了專欄作家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其實中國大陸把這顆氣球放來 美國是有目的的 第一個秀實力 第二個要破壞布林肯出訪 這是一種陰謀論 他說可能 有可能中國大陸的內部有雜音 或是管理不善 所以他把一顆氣球放過來 放到美國的上空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看我實力堅強 我中國人可以把氣球 用遙控或是其他的方式 來到你美國的領空上頭 你的頭頂上 另外一個可能是中國的強硬派覺得說 你布林肯來我不想讓你來 所以他謀劃了這一齣戲 就是要讓美中失去了為了爆發衝突 設置護欄的可能性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是專欄作家的一個說法 不過因為他是刊登在華油上頭 所以蠻有參考價值的 我們再來看看這顆氣球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不是2月2號被發現了 他才出現在美國國土的上空 他在1月28號的時候 美國人就已經發現了 他進入了美國的領空 到了1月31號 那個時候呢 拜登聽8人來簡報 那同時中國的外交部 其實有被記者問到說 布林肯不是要來中國訪問了嗎 你有沒有更多的話可以說 我們聽到中國外交部 那個時候就怪怪的 我們看到他的發言人就說 我目前沒有可發布的消息 不過因為中國大陸對於來訪者 都蠻謹慎的 對於習正平出訪也蠻謹慎的 那個時候媒體像我們只覺得怪怪的 可是沒有多想 結果隔一天就出現了 民眾用肉眼看到這個氣球 已經出現在美國的領土了 那當然新聞立刻報導 輿論開始傳開來了 拜登被美國國內的民眾 強烈批評了 包括川普也說 射下來打下來 隔天中國外交部就發布訊息說 沒有錯氣球我們的 可是是民用氣象氣球 意外因為不可控的因素 進入你美國的領空 王毅布林肯通了電話 可是完了豬羊變色了 美國國務院說 布林肯暫緩訪中 暫停 只可能往後延 而中國大陸說 沒有 隔天2月4號你看到 中國大陸說 中美從來都沒有宣布過 布林肯要訪中 沒這回事 所以你看到非常詭異的 這一個禮拜 中美因為一顆氣球 急轉彎 幾乎是同時急轉彎的 這個背後到底是在搞什麼 有什麼樣的劇情在謀劃呢 中國氣球到底是不是威脅 我們看到了 包括美國有很多鋪天蓋地的報導 有這個ABC News說 美國的國防部說 中國有間諜氣球 早就有了 而且遍布全球五大洲 過去呢 美國也曾經出現過 而且不止一次 這是Fox News說的 他說中國間諜氣球 四個月前就來過了 而且還墜毀在夏威夷 另外呢 拜登政府還偷偷地透露 不具名的官員說 中國間諜氣球在前一屆政府 也就是川普時代 至少來過三次 川普聽到了又氣急敗壞地 跳起來說 沒有這是假消息 怎麼可能 我大川普在執政 中國氣球不可能來 所以你看到了 這個跟美國自己 內部政黨的鬥爭也有關係 可是 現在打撈的作業進行了 美國把這個氣球射下來了 落在海裡 他們的淋海裡 正在打撈 然後他們很擔心 中國干預打撈作業 所以你看到呢 美國派出了所謂的海軍導彈驅逐艦 還有神盾級的巡洋艦 哇大規模大動作的來打撈 因為他們說上頭肯定 他們有錄到什麼樣機密的訊息 加拿大大家知道跟美國的關係非常好 很多人說是美國的小兄弟 杜魯道一直到美國發飆之後 才跟上說 對啦對啦 美國人跟我們都是受害者 加拿大也被這個高空氣球入侵過 所以要強烈的支持 我們先來看看BBC 它有模擬這個氣球的飛行路線 一路從中國大陸 飛往南韓日本 然後飛過海洋 來到加拿大的領空 然後再進入美國 所以嚴格說起來 這一顆氣球已經經過南韓日本加拿大 鄧郭 至少經過這麼多國 他們都是美國的盟幫 怎麼搞的 大家都不知道 還是裝作不知道 這個必須要問 如果你說它是間諜氣球 你們都不知道嗎 代表你能力太差 那如果你知道還讓它飛行 那你們到底是做何想法 到底中間有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看看對岸的網友們 對岸的民眾 那當然他們有很多的聲音出來 網友大部分都在哭搜 他說 你們搞錯了 這個是天燈 上頭還寫著元宵節快樂 我們是帶來和平的 我們是要到美國 讓大家知道 中國人的元宵節 正在展開 是祝中國人 中國人祝美國人 元宵快樂 希望世界和平 大概是這樣子 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一顆氣球讓美中斷裂了 撕裂了 變冷戰了嗎 這個川普當然不一定會知道 因為這個氣球如果不是進入蒙塔納 高度降到18公里 基本上是看不到 基本上不會有人知道 可是他們應該監測得到 所以北方防空司令部知道 進入阿拉斯加就知道了 可是那個時候在30公里以上 肉眼看不到 看不到 民航機你最高只能夠飛12公里嗎 你也看不到啊 那戰鬥機大概可以飛到20公里 可是就是說 基本上是因為蒙塔納 他從30公里下降到18公里 所以被民航機看到 然後民眾肉眼就看到一顆白白的 就有人拍了 結果登在蒙塔納的小報上 那美國國會就炸開了 所以川普那三次 就是軍方不會告訴你啊 因為軍方有他自己的 固定程序在處理嘛 因為這種氣球 比如說失控啦 或者跑到別國的境內 這個已經上百次了 上百次 不是只有中國美國 據說台灣也來過 這明點說兩次啊 對 那你怎麼沒把它擊落 日本工程也有一次啊 菲律賓也有啊 那你有怎麼沒有聽過有人擊落的 就是 所以 川普 川普這跟中美關係沒有關係啦 我坦白講這個事件 值得賴人尋味的地方是 美國的反應怎麼會這麼強烈 對為什麼 這跟布林肯仿中有關嗎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降低到肉眼可見的程度 然後變成了國會跟媒體的議題 他不得不反應 等於是民粹政治拉進來 然後因為是在競選期間 所以這個民粹的壓力 逼著拜登總統跟布林肯必須回應 可是你的回應 也不一定要做出這樣的結論啦 就是布林肯就立刻停止仿中 你也可以直接講啊 說這種事情 我們 國防部表示 美國國防部認為沒有軍情的重大危機啊 所以這個在過去也發生過 而且我跟你講 這次非常明顯是 美國國防部是比較低調的 對 他一開始評估就是說 這個不構成軍事威脅 不構成民用航空的威脅 然後不構成軍情上的重大風險 這是國防部講的話 那是之後到了眾議院 到了美國的媒體 才民粹化嘛 然後拜登政府 屈就於這樣的民眾 所以你認為是民粹的關係 推動拜登政府做這樣的宣誓啊 那個是你自己的選擇嘛 我認為如果是歐巴馬政府 他不一定會去救啊 他就把國防部的評估告訴大家就好了 我跟你講後來那個氣球被擊毀之後 歐斯汀他有發布一個聲明 我們並沒有看到美國的國防部長歐斯汀 對這個氣球做出極嚴重的描述啊 而且我坦白講啊 你現在去把那個長骸撈上來 那請你公布他照相到底造了什麼東西嘛 那第二個是他有沒有回傳的能力嘛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公布真相給大家知道嘛 我認為只要美國國防部公布 那如果說他真的拍到了蒙特納的核設施 那這個就是一翻兩瞪眼嘛 事實上他的飛的路徑是 進阿拉斯加然後再進加拿大 然後又飄進愛達河州 然後才進入蒙特納 所以他如果真的一路拍 而且都可以回傳 他所有的偵測應該還留著證據嘛 那美國國防部就公開嘛 這個就是如果真的拍到 那就是一槍斃命嘛 你敢不敢這樣做 這樣才核無科學嘛不是嗎 那有可能是這樣子嗎 就是中國他不想讓布林肯來 所以故意破壞 把氣球派出去是這樣嗎 我跟你講1月31號 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 毛寧就已經公開講了 他的那個意思就是還沒有安排好 他說目前沒有可發布的消息 那一直到2月2號都是如此 那2月3號中國外交部 就已經公開講了 說我們沒有安排好 因為1月17號日本共同社 第一次問中國外交部這個新聞 說美國的媒體就是political 說布林肯要訪問中國 那那個時候汪文斌是怎麼回答的 他回答說我們樂見布林肯訪華 具體細節需要雙方溝通安排 對不起沒有溝通成功嘛 重點在這裡嘛 所以氣球來之前就破局了 我認為是啦 好來 永明老師 1960年的5月1號 美國的偵察機叫U2偵察機 那個時候在提供我們中華民國 也有一個叫黑貓中隊 1960年5月1號是美國中華機 第一次被蘇聯的空軍給打下來 那上面那個上校叫做Francis Powers 這都很有名的案例 那那個時候被打下來的時候呢 美國的NASA說那個是氣象飛機 隔了一陣子幾天之後呢 蘇聯就秀出那個U2被打下來的殘骸 然後隔了一年到了1961年的7月 第三次的柏林危機發生 到了8月的時候呢 我們後來所知道的柏林圍牆就被蓋起來了 要冷戰就開始進入到一個非常艱峻 從50年代到60年代的這個高峰 有沒有一點Déjà vu 很像 對不對 對 我必須要講 你看華遊的自己的負責外交的這種專欄作家 他不是投書的這種投稿 他自己都說這個是中共方面 刻意製造要破壞布林肯訪華 我們後面列出來那個日期 哇 他們很早就開始在知道要破壞這個訪華的行程 這當然不是這麼回事 可是呢 連這麼主流的華遊自己負責外交評論的專家 都會這麼的民粹 都會這麼的陰謀論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現在美國對中國大陸這樣子的一種概念跟認知 完全意識形態化 這個氣球 這個氣球雖然被打下來 像衛生紙一樣掉落的海面上 但是這個氣球反而造成美國對中的這種認知 完全的僵化 固化 然後意識形態化 沒錯 那這裡面的問題就是 我也必須要平衡一點講 那其實1947年有一個芝加哥國際民航公約 這個是我看我們海軍艦長張靖他寫的文章提出來 我覺得他提得非常好 其實氣球像這樣子的氣球 你必須要做一些飛航安全的通報 因為你真的這種跨國性的氣球 你同一個時間在那個Kansas 他自己的Kansas氣象局 他也放一個氣象氣球 氣象氣球大概就是飛5000公尺 然後大概9個小時 到幾天他就掉下來 那你當然不需要做任何的飛航通報 可是周遭他可能都會告知 如果你這種跨國跨州 阿民 我是說 周際之間 亞洲到美洲 你是不是要做飛航安全通報 有的 芝加哥國際民航公約 是有這個要求規定 那如果說你說他偏航因為西風代理影響 那你是不是要告知 進入到該國領空的這幾個國家 注意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軍事的判斷 或者是民航嘛 對 因為他平常應該是27到35公里 那真的很高 是 對不對 那民航機根本飛不到 然後民航機大概就是10公里12公里 那只有F22這種第五代才會飛到15公里 一般的戰鬥機飛得更低 對不對 然後呢 可是他一度掉到18呀 所以他飛到了 加拿大飛到了美國 他又掉到了18公里高 你是不是要告知呢 如果你是民間的這個 就是說這個飛艇的話 那你秀給我看那個民間公司其他的飛艇啊 其他的氣球啊 是是 然後呢先告知 如果做到這兩個動作 就完全大事化小 是 可是我們現在其實不知道 我們沒有訊息 我們不知道中國大部事先有沒有告知美國說 我有一個氣球偏離航道 飛到你陣去了 這個應該很清楚 彭博有講 有講 1月31號 布林肯打給駐美的中國大使 是是 那是因為已經發現了 那是已經發現了 已經有眾眾看到了 沒有事先告知 但是也沒有事後讓他降落 對 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能降落 或者是說去表示說 他其實真的是民用的這個證據 就因為你原來沒有告知 因為沒有告知 可能是因為你覺得他飛的很高 不用這樣子擔心 但是呢 相關的法律上是有這個要求的 是是是 我覺得這個是稍微平衡 因此你從美國的角度 一方面是民粹啦 一方面 也從一個美國的領空的這個保護的這個角度 所以 大家會不會注意這個問題 當然也就會注意這個問題 當然當然 要遵守一些過程的相關檔 那個華爾街日報的社論 就是抓住這一點 對 說中國沒有告知 對 對看起來是沒有 如果我們現在用現在的新聞訊息 可是 1月28號當美國 發現氣球已經進入他們的領空 他們難道不會打電話給中國說 欸 這是你們家的嗎 有可能嗎 我跟你講 美國其實一開始就知道 是中國大陸的氣球 他們一開始就判斷出來了 那問題是 就是 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其實他們當時有記者去問過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一開始 你會發覺他們的外交官員是有點錯愕的 說這個事情我們不太清楚 要在 所以表示我覺得 恐怕他們一開始 至少外交部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才去問才知道 那問題是 這也不能排除說 他一定是民間的 也許是解放軍沒有告訴外交部 這很難講 這個目前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訊息 所以很難說 那只是我覺得 中國大陸在這一點上 不管是民間還是軍用的 你沒有事先通知其他國家 因為他漂過好幾個國家 對 南韓 日本 加拿大 所以你沒有通知這些國家 基本上你在國際航空上面 其實你就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這是他自己要規則的 可是美國人講的也太誇張說 怕美國 怕中國大陸來去跟他搶這個 氣球的殘骸 所以現在要出動巡洋艦 出動驅逐艦 那個是在美國外海 他們的領海吧 對啊 就在你的外海那邊 你覺得中國大陸有本事 跑那邊跑一萬公里以上 然後就把他搶回來嗎 很難 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可以遙控制爆裝置 然後直接失敗 全部化成海水 最新裝置 這個講法會不會太扯啊 就好像前兩個禮拜 不是有一個消息說 有一艘052D 突然單槍匹馬 跑到美國西海岸去 那請問一下他沒有補給船 請問他去就不打算回來 真的 所以這到底在講什麼 我覺得這種威脅論 陰謀論當然很誇張 可是我從頭到尾就不認為 是因為這一顆氣球引起的原因 是早就因為他們 雙方彼此之間談不攏 那剛好抓到這一個 就是雙方來做文章而已 做台階下 是啊 因為你不這樣的話 布林肯 之前已經大張旗鼓 講了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去 還說會見到習近平 是啊 有媒體報導 結果我們之前預測說 他會不會連廊坊都到不了 現在連天津都沒辦法去 就直接再見了 那你總要找一個理由 給自己下台階嘛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氣球本身 如果美國能夠真的 從殘海裡頭 抓出來什麼證據 那很棒 趕快去找 我們也想看看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氣球 其實類似的氣球 到過日本 到過韓國 到過台灣 到過加拿大 到過一大堆國家 拉丁美洲不是也出現一顆嗎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這真的是這樣 外國媒體已經直接說 中國大陸有氣球艦隊 所以你講到這麼誇張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個 趕快抓出來 這舉世大陰謀 一定要懲罰他們 是 而且這個中國大陸 在很多媒體的描述裡面 我覺得彷彿看到一個 超級帝國 非常強的一個國家 當然他們是在發展他們自己的經濟 工業 軍事方方面 都在發展 這個完全不可否認的 可是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眼睛看得到的東西 好不好 就是經濟復甦的方面 大家知道 中國本來非常嚴格的封控 突然之間放開了 放開之後 民生的各方面的需求 就出來了 你看到各地都在搶工 搶人 包括大手筆的包機包車 因為你看這些人 要返回工作崗位 或者是回家過年 像這樣子的移動 還有很多物資上面的缺乏 或者是製造 現在在中國大陸 這塊土地上面 到處都在生產 都在搶人 我們也看到 李強 預計3月份 就要接任 中國大陸的國務院總理了 他是接替李克強的位置 對於重振經濟這件事情 看起來他們是完真的 他們要全力來拼經濟了 今天我們的經濟日報的社論 有這樣一篇報導 他說 美國因為抗中的關係 跟中國大陸脫鉤 在經濟上面的脫鉤 將會錯失復甦的契機 中國大陸他這麼大 他是市場 他同時也是這個火車頭 製造業的火車頭 所以呢 包括經濟的拉動 他當然 在全世界來說 他這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你跟他全面脫鉤 那當然 你復甦的契機 就會大大的減弱了 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解封之後 經濟大幅的反彈 我剛剛講的經濟火車頭 所以呢 這個美國在民間 或者智庫 還有各種評論員 也在呼籲他們自己的政府 拜登政府 是不是要重新考慮 或是好好的想一想 至少我們看到 在電動車這一方面 能源車這一方面呢 有太多的文章在討論 看起來是真的 中國大陸在東邊 在上海有特斯拉 在西邊有比亞迪 所以你可以看到 經濟學人 這夠重磅了吧 經濟學人 他就評估說 比亞迪 將會成為電動車界的 Toyota 過去百年 過去半個世紀 Toyota 在這個汽車業界 可以說是大家知道 他蠻厲害的 所以未來 比亞迪被經濟學人 譽為新豐田 是全世界最垂直整合的公司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上游 中游 下游 所有可以做的 從礦產開始 通通他自己來 所以看起來 它的競爭力是很強大的 完全無法忽視 包括現在的 六能柱電池問世了 所以電動車最為大家 所質疑的電池 這個市場 也可能再度洗牌 這是六能柱電池的外觀 而另外拼多多 我們講過Tenmoo 這個Tenmoo 加拿大網站 也正式上線了 比較便宜 更便宜 應該這樣講 更便宜的拼多多 讓大家來團購 來網購 也正式的進軍北美市場了 而拜登 政府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還是抗中 民間抗中的氛圍 也非常的濃 所以呢 不斷的在宣布要封鎖 或者要禁止中國的各種項目 尤其在科技業 拜登政府把微信 比為特洛伊木馬 木馬塗唇劑的特洛伊木馬 所以美國智庫現在開始呼籲 華府你不要用 你不要用微信 所以你看到 這是美國智庫專家 赫曼的說法 他說微信在英國 有130萬用戶 美國有150萬用戶 澳洲有60萬名用戶 不知道台灣有多少 台灣很多人用微信 他的資料是錯的 他資料是錯的 2020年美國的微信用戶 就330萬 對 330萬 所以一直不斷地在 在upgrade 在增長 多數的用戶用微信 為了聯繫中國境內的親友 可是呢 他覺得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是北京當局 可能會通過各種後門 得知你的位置 還有個資 譬如說我在台灣用微信 跟我在中國大陸的朋友 或親人聯繫 我的個資就被鎖定了 所以他呼籲 美國人要小心 美國說 中國仿冒盜版 居世界第一 微信 是最大的仿冒商品平台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戴琪 他是華裔的美國貿易代表 他說 微信 和這個包括其他 如全球速賣通 百度網盤 敦煌網 拼多多 他點名喔 還有淘寶 都在惡民市場 這個惡劣的名單 市場名單上 所以現在看起來 抗中 在貿易上面 合作 遙遙無期 來 這個 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中國附輸中 可是 包括美中對抗 一般小老百姓 想買便宜的東西 是不是未來 通通都被封殺了 我講的是美國人 美國其實沒有跟中國大陸脫鉤 這個經濟日報也是 亂講 亂講 沒有脫鉤 美國是 科技戰的部分在脫鉤 比如說半導體 他就是要脫鉤 變成兩個世界 可是 絕大多數的大陸的商品 並沒有被美國制裁 去年 中美貿易額 將近7000億美元 還比2021年成長了5% 這樣叫脫鉤 哪有脫鉤 這個 反正戴琪也沒事幹 最近在 美國事實上 主要是商務部 在對中國做抵制 科技戰的部分 戴琪根本都沒事幹 因為中美根本就沒有在談貿易 不然你就進 你就把那7000億再進多一點 你看你的中下階層受得了 受不了 那個 Walmart 他在超市裡面賣的 物件大概有2萬到2萬5千件 裡面大概有一萬件是從中國進口 你去進 你看你的中下階層會不會反彈 美國的華裔有520萬人 至少 那他們如果有在跟中國大陸往來 他能夠不使用微信嗎 中國大陸你沒有用微信 你怎麼生活啊 如果你要異想天干你就去進嘛 那抖音 抖音在美國的活躍的使用戶 大概有將近8000萬耶 那裡面也有很多人用抖音在生活啊 不然你再去進嘛 那你就通通都不要選了嘛 就這些人都是 講一些風涼話啦 那因為他總要 像拜登證明他有在上班嘛 比如戴琪啊 是這樣子 那有一些事故要有交代嘛 說我有在研究啊 政府發包案啊 你就真的去靜靜看嘛 你去看你美國的反彈程度嘛 美國現在利用抖音平台在賺錢的人 是幾百萬人 拍影片嘛 你去進啊 對 他可以得到小額的收益啦 這種人很多啦 那TEMP也是一樣嘛 TEMP為什麼會威脅到 就是拼多多的美國公司啊 為什麼會威脅到亞馬遜 因為他的東西就是比你便宜 亞馬遜很貴啊 有一些 這個東西就是便宜 那這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美國經濟 這個貧富懸殊拉大 有一大群人 中下階層 沒有沃爾瑪的中國貨 沒有TEMP這種更便宜的貨 你生活困難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啊 是 好 我們進行廣告 訊息回傳嗎 是真的嗎 當然啦 微信比抖音嚴重多了 就是我們的資料都全都各自 可是我們各自我們台灣各自 除非你不用他的交易平台啦 你如果有 因為微信真的一定會使用他的交易平台 你如果不使用交易平台 你各自就會 你所謂的交易平台是什麼 微信有支付耶 如果不使用微信支付就還好嗎 因為你就 就是只有看東西嘛 那你可以用假帳號啊 小弟在微信就有兩個帳號 有一個是專門在看的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有在支付 因為有些人還是會買中國的東西啊 可是你 你登記的時候他就要你的訊息啊 哇 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你只有最最最簡單的登記 就只有你的電話跟個人啊 寄到你可以隨便寫啊 對啊 對啊 可是他要綁手機耶 那你的手機 對啊 可是我也有啊 可是你的手機就有你的個資啦 不是嗎 請問哪一個沒有啦 FB沒有電話嗎 嗯哼 Line沒有電話嗎 嗯嗯嗯 這你到底在說什麼 沒有前次前次講的是說 那個字 你必須要在你的手機裡面 或者是要有一個直錄的東西 對 或者是你要有其他的 嗯哼 你單純就是說微信 可能做不到那樣子 就你手機裡面這些資訊 他把你給拿走 但你你去這個 Login或登錄這個微信的時候 只有簡單的資訊 但你做購物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 對 通常會用微信 通常應該都是在跟大陸 這邊交往的 對 我是有用微信支付 因為你到大陸去 你很難不用微信支付 不太可能啊 對啊 怎麼生活啊 而且你如果 住在那邊住過幾個月 你不可能不用微信啊 對 因為我們在那邊的金融足跡 其實是完全透明的 你根本沒辦法 老共本來就在監控這一塊 對啊 可是就是說除非你完全不跟他們有任何 你以為你在超商刷那個 POSE啊 你的資料沒有被登錄嗎 也有啊 當然有啊 所以我認識有台灣的朋友 他是連信用卡都不用的 是嗎 因為他不想要留下任何足跡 我只要刷你的POS的紀錄 對啊全部都有啊 我就知道錢資是買死 對啊對啊 你忘了我們的健保資料都已經寫了 是啊是啊 所以沒有意義啊 2300萬人 2400萬人 我們的所有資料通通都洩漏了 就是如果你擔心各自洩漏這件事情 是你在台灣 就是你在台灣就已經被洩漏了 而且洩漏到全世界 連華航的VIP客戶都洩漏了 還有Iran 對啊 不過這種 就是說資訊 這個BS是什麼 那我 那我 那我你有你有BS的稿子嗎 可是我不知道內容喔 你BS的稿子可以給我嗎 好 謝謝 很好 謝謝 你聽到 我可以辨車 啊 包机包车跨手抢人 嗯 好 好 好 我拿来弹了 哇 土耳其可能会死上万年 什么事啊 土耳其大地震啊 对啊 刚刚发生的 下午早上吧 这么严重 而且它是在叙利亚 跟土耳其的边境 那个地方我去过 这样哦 它就是那个 那时候不是一堆酷德族吗 那都是酷德族 对啊 有讲到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开始复苏了 有很多工厂现在缺工 那缺工怎么办 去抢人呢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中国大陆有很多工厂 有很多老板 包机 包车 包车还可以想象 它包飞机呢 跨省去抢人 比如说它跑到河南 跑到其他的省份去抢人 就说哇 我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礼品 我给你大礼包 你上了这架飞机 然后我们到沿海一带 我的工厂来做工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画面 在我们台湾很难 也很难想象 很难看到更难想象 可是在中国大陆都出现了 这也说明了什么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 它的经济要开始起飞了 来 我们请问杨友明老师 您怎么看 你知道 中国大陆在这几年 到墨西哥去投资的厂商 到去年年底加起来多少家 直接去墨西哥投资 当然就是为了商品制造 透过美墨的自由贸易协定 卖到美国市场的1289家 而且都是越来越大规模的 家具 轮胎 这些制造的厂商 现在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不要讲今年它现在IMF 已经从4%提高到5.2% 那中国大陆自己内部 其实都预估一定超过 6的经济成长率 它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 主要的动力跟支撑 如果再加上东南亚 亚洲变成全世界的经济的中心 这已经是事实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天美国会公布 就是说它的对外贸易 尤其是美中贸易 但是在1月上旬的时候 中国大陆海关已经公布了贸易 在去年 中美贸易在去年的情况 还是在疫情 特别中国大陆清零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7600亿美金 而中国的顺差 已经来到了4041亿 而前一年是只有3553亿 还不是No.1 No.3 No.2是跟欧盟国家 达到了8473亿 No.1是跟东南亚十国 东协东盟国家 好可惜 9753亿 差点破兆 所以这个当然大部分都是 中国大陆这个 都是这个顺差 粗糙 所以也就是表示什么 在今年这个情况之下 在今年情况之下 美国跟中国这个贸易的 这个生物的这个情况 会越来越密切 但是我们看一下 因为美国说在半导体 相关这个开始要做脱钩 对不对 所以美国在去年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直接投资 我们叫FDI 少了40% 不少 对不对 因为很多企业会看这个风向 可是德国增加了50% 52.9 那蛮多的 而韩国大概也超过三成以上 同比了 同比2021年 这表示什么意思 各位 中国的经济 现在已经是世界的动力火车了 动力火车 我们台湾自己怎么看 台湾去年一定 我们的对外贸易 五成以上是往中国大陆跟香港 是 蔡政府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只要100万公共客 你要台湾的经济跟贸易吗 来 我们进行广告 广告哪有变多 本来就这么多 亮哥 就是 一直都很多 我讲了你的广告 他讲了也广告 有了 你忘记了 一直都是这样 中间一跟二中间没有 对 我们中间就是前面把它弄很大一趴 后面把它切小趴一点 对 因为这个进广告是有技术的 因为怕就是观众看到广告转台 所以他们会很严格的去看什么时候进广告 对我们的收视率是最有提升的 专业 专业 所以刚才那个五四三六会是强制进广告 对 对 对 接下来是由 兵哥为我们带来一曲 刚好有配音 兵哥要讲什么 随便 啊 随便 不能随便 一定要选一个 你要讲电动车吗 对啊 你讲电动车好了 现在今天没有人讲电动车 电动车 什么六能铸电池 这很厉害吗 没有 其实它就是模仿风潮的结构 在物理上能够让单位的 所能够 单位面积所能够提供的能量变最大 就这样子嘛 像风潮一样 我一直以为美国东协会破灶的 差一点点 我觉得现在蔡政府的感觉是 你要去中国大物求学或者是经商的人 那是你们自己选择 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时候 陈时雄说国籍是你自己选的嘛 就放羊吃草 对啊 就是随便你啊 你要去那边赚钱 你要去那边读书 你要去那边婚嫁 那是你家的事 他就不给你方便嘛 而且他也料准了 这些人很难投到票 对 因为你常常就是因为 你没有办法 对啊 没有办法远去投票 你投票恐怕也是投反对他的票 他更不希望 所以他就不会 对啊 所以他觉得这个选票也不是他的 他没差啊 还有20秒 各位以前对军工叫差不多了 对啊 就是我不管你 你吵也没用 就是不管你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那我对你就更坏一点 真的这种心态 好我们来请教兵哥 其实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啦 因为他认为说 比亚迪很可能未来会取代丰田 那比亚迪当然他现在有很大的优势 包括在电池基础上啊 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优势 这对他来讲当然很重要 而且因为 中国大陆在汽车工业是后进国家 所以他要去发展新人员车这一块 反而比其他国家的包袱少 因为他本来就是过去这种油车的这个产业 他没有相对没那么大 他基础也没那么固 那Toyota自己本身就是因为他一直认为 他到现在还认为 他们最近他们的首席 首席科学顾问还在讲说 他们认为油电车跟轻人车才是未来的趋势 你全部压保电人车是不对的 真的喔 不是换了一个首席吗 对 就是没有他们的科技顾问 科技顾问 那他们现在的执行长 当然是希望能够去往全电车发展 可是他们最快全电车也要到 2027年以后才会开始出来 那你2027年现在2023年 还有四年的时间 四年市场会整个天翻地覆 所以Toyota自己本身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因为他的车很快可能就完全跟不上市场 但比亚迪自己也不是没有危机 因为他虽然说是一条龙他什么都有 可是他因为一条龙 他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去维持这个东西 只要市场突然之间出现变化的话 他的成本一下暴增提高 他会撑不住的 对 所以各有利弊啦 我觉得 因为现在世界的脉动非常非常快 可能一两年两三年 就会转换成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入死谁手我觉得尚未可知 还是要看各自不同的发展 对 谢谢